现在可以了 好吧 好的 我根据大家汇报的就是有这几个部分 前面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代谢主学 由于前面那个特别是夏教授就第一个讲者 他做了比较系统的介绍 我就非常快的 大家过一下 然后给后面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我们利用这个代谢主学 对高尿酸碰风的一些临床方面的研究 还有第三个第二个部分呢 是我们在肝癌方面的一些研究进展 这是我实验室的一个研究的方向 给大家前面也介绍了 我自己原来是学化学的 是在我们有机所学化学 我们关注的呢 以前是那个脂带系方面的 主要是豆腐而脂肪酸的氧化 然后我们实验室一日开始 有大概过去的十多年中 一直在用这个质土方面的组学 特别是脂质组学和那个代谢组学研究疾病 前面两个方面 一个心血管疾病 还有一个就是癌症 所以我们今天呢 还有其他代谢疾病呢 因为我们营养所 中央营养所的这个属命呢 是研究我们中国人群的 就是给我们生活方式相关的代谢疾病 他们的发病机制 以及我们最后是否利用 可以找到一些生物标志物 来对疾病进行诊断 我今天给大家汇报的工作呢 是我们在16年的时候 就是做了国家的一个叫精灵医学项目 这个精灵医学大概是我们可以回到16年的时候 就是美国的前前任总统奥巴马 在他们的那个国庆咨询上面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从这个概念里面你们可以看到 其实他不是这个心得了 他只是说在那个时候提出来影响比较大 他说我们对疾病的就是一个是预防和治疗 然后是innovative approach 就是这种创新性的手段 那我们在座的大家比较感兴趣呢 我们的代谢组学 代谢组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性的手段 那我们对疾病进行研究的时候呢 我们要综合考虑人的基因环境生活方式 我想我们在座的 就是前面已经很多老师提到了 这方面的这些方面的一些概念 我们前面也提到 我们这个精灵医学 肯定跟我们的组学是息息相关的 为什么能够提出精灵医学的概念 其实是由于我们很多年在组学方面的研究进展 就包括我们的比如说精英组学 蛋白组学 转组组学 以及我们代谢组学 那我们就是美国在16年初提出来的 后面那个欧洲和日本 他们也很快有他们自己那个精灵医学计划 我们国家17年是北大医学院的张启明医院 是他们领行的中国版的精灵医学计划 这是在Science上发的 我们中国版的精灵医学计划要做的 那就是包括这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找到这个 就是Technology和Model 就是我们的一个技术 当然我们在座的 大家对技术非常感兴趣 还有就是要进行 Precision Prevention和Control 就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我们的预防和治疗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找到我们的叫Molecular Biomarkers 我们想在座的老师和同学比较关注的 就是我们从蛋白或者代谢物 找到这种分子水平的这个BioMarker 然后就是Identification和Application 就是两个方面 一方面我们要找到这些 然后第二个就是对它进行应用 这也是我们这个section大家比较关注的 我们怎么把这些创新性的技术 应用到我们基础和临床的研究 那第三个方面呢 是我们要对这个疾病进行精准的诊断 第四个就是最终的目的 是为了进行精准的治疗 那这是前面提出来的 到就是今年刚刚那个NH的理由 叫Francis Collins 他就是刚刚就是退了 他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在Cell上 他对2030年的精神医学进行了一个展望 这是他提出的大概 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以后 我们精神医学大概有一个 是什么样的情况 就包括这几个方面 首先一个就是我们大的队列 一个是Huge Longitude 这个Cohort 就是我们的大的这种 就是又长期的就是非常的队列 还有一个就是Diversity Inclusion 就是因为美国比较关注的 有多种族嘛 所以美国那个自从Biden 他们上来以后 对这个Diversity非常的关注 还有就是我们Big Data和就是AI了 就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他的这个人工智能 最后呢 就是包括前面的这些东西了 一方面就是我们的Privacy Trust 就是我们的一些隐私 还有就是加上我们前面一老师讲到的 我们的Phenomics和Environmental 就是我们的环境的和表情的一些 然后最终的还是为了我们希望 在2030年的时候我们这些研究的成果 能够Routine的应用到我们的临床的诊断当中去 那前面我这个代谢主学我就不讲了 反正是大家都非常清楚了 是前面他的优势和他的挑战 优势就是他是给表情最接近的主学 然后他的就是挑战嘛 就不外乎下面的几个 跟其他的主学相比 一个是他的这种面对的代谢物 他的是结构是非常的复杂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可能会忽视的 就是他的一个叫Wide Range 就是我们的这个风度差别非常大 就是可以给大家几个例子 一般情况下可能有10个宋量级的差异 比如说我们临床上现在常用的指标 比如我们的血脂血糖 比如我们的胆固醇 我们一般都是在minimum水平 就是10的负三次方的水平 而我们的激素 比如说我们的前面腺素 前面那个就戴英老师也讲到了 我们华人四次酸的代谢 它是在10的负十二次方 我们还有我们的磁激素 这些都是在10的负十二次方 大概有10个宋量级的差异 那我们一般很难有一个技术 能够在如果我们利用血液 作为我们诊断的这个介质的话 很难涵盖这10个宋量级的差异 还有当然就是数据的处理 那我们利用代谢组学或者蛋白组学 做这样的研究 不外乎是两个 在生物运行方面 不外乎是两个目的 第一个是找到就是标志物 当然我们如果有代谢组学 找到的是 Metabolic Biomarker 就是我们作为代谢物 作为Bomarker 如果是蛋白组学 就蛋白作为Bomarker 目的就是找疾病的发病机制 那我们特别是做基础研究 老师比较关注的 就是通过这样的组学研究 其实组学是刚刚的起步 后面我们有很多的 机制方面的研究 就是基于我们的组学 这动不了了吗 好像又动不了了 怎么动 再往下面能动吗 往那个 对不起往前往后了 好的在前面一遍 就是说这个流程 我们前面那个夏老师也讲了 这是Cell 就是那个Conell的 就是Joshua Rapinovice 他们实验室的一个中数 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 就是我们的一个研究流程 因为我们代谢组学 可以做各种基础研究的话 你可以做细胞的组织的 或者是血液 都是非常常规的 大家都比较清楚 我们进行色谱分离 然后用钢分辨的质谱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的TUF 或者是Orbitrap 然后最终呢 就是在数据处理 找到我们差异表的代谢物 它的代谢通路 对不起 就是如果是生活标准方面的研究 其实前面大家也听到了 比如说戴永教授的 我们一般是两个部分 两个Face 第一个Face呢 是作为叫Discovery 就是我们用一个小的对立 来进行这个 找到一些潜在的标志物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要Validation 就是我们要进行 就是多多对立的 进行一个Cross Cross Validation 就是叫交叉验证 这是非常难的 那我们实验室呢也是 我们跟那个就是中科院研究所的朱镇江老师团队一起合作 我们就是利用这个代谢组学了 我们可以非常就是容易的在比如说血液或者是尿液当中 能够找到大概能够鉴定大概1000种左右的代谢物吧 然后找到的是这种 就是利用这种非把的代谢组学 然后我们可以用利用这个非把找到就是比较常规的 后面会给大家一起讲 我们找到这些差异表的代谢物 然后它的代谢通路进行复集 然后利用机器学习的方法 能够找到一些比较少的代谢物 可以作为精确的定量 然后建立一些预测模型 利用我们的就是LCMS 用那个triple quadruple 就是绝对定量的方法来建立一些模型 对这个疾病进行进行就是预测 对不起这个老师会搞错 好吧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高尿酸和痛风 我们都知道痛风呢 其实它是一个经典的代谢性疾病 它主要是由于飘零代谢紊乱引起的 这个其实是说到它经典的 它其实在公元前五世纪就已经被描述 在那个十七世纪的时候呢 就是在系统的阐述了 在过去其实痛风它主要是这个敌王将相 因为是大家吃得比较好 它是大鱼大肉的这些容易 因为飘零含量比较高的 比如说你们知道这些伟人 他们很多人其实据实载的话 都是有痛风的这个表现 然后现在我们国家其实痛风主要是由高尿酸血症引起的 我们血液当中的尿酸 就是它是一个我们代谢的产物 当然也是食物当中也会有 就是420是它的饱和浓度 如果超过420以后 就可能会吸出 在关节上如果吸出就是会结晶 然后这是会诱发炎症响应 那就会造成痛风 当然这个高尿酸其实我们国家现在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 最近我们的统计就发现它大概到了13.3% 如果根据我们的人口激素的话是超过1.2亿 其实当中这10%的人可能会发痛风 大概在1700万 其实这个痛风它主要是影响的 其实是我们男性比较多一些 女性的话因为就是这个雌激素本身会促进尿酸的代谢 所以女性一般在就是决定以后 可能会她那个尿酸就痛风的发造会升高 还有就是这个高尿酸它除了影响会诱发痛风以外 还是其他几乎所有的代谢性疾病的一个风险因素 那我们当初想做的 就是说这个高尿酸水症和痛风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就是我们想前面给大家提到了 在高尿酸水症当中 这10%左右会发生痛风 那我们怎么来预测 比如说我们前面大概1.2亿的人有高尿酸 然后其中只有10%的人 我们怎么来预测 还有就是在痛风患者当中 有的人呢 他只发一次 就是一年的他只发一次 有的人就是会频发 就是会发一次以上的 那是否就进行预测 比如说我去 我有发痛风以后到临床 医生如果是能够预测的话 那这个临床上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分 就是分型 我们知道这高尿酸是血液当中 尿酸水平的增加 不外乎两个方面 跟其他的代谢性疾病一样 它一个是尿酸 我们是来自合成 我们的肝脏的合成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吸收 就是我们就是通过饮食的 它的增加也与肾脏的排泄有关系 如果我们排泄的少的话 血液当中会增加 所以一般临床上 他把它分为就是合成增多型 还有就是肾脏的排泄减少型 还有混合型 因为这样的分型有什么好处 因为我们临床上有药物 比如如果是尿酸合成增加的话 我们当然就要抑制它的合成 就是我们有本性马龙 不是我们有那个 就是菲布斯塔 或者叠条唇 因为菲布斯塔的话 主要是抑制这个尿酸的合成 还有如果是排泄减少的话 我们就要促排 就是要促进这个肾脏的排泄 所以我们就用的就是比如说本性马龙 所以如果这样的研究 对我们临床上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我们给大家汇报 就是说我们利用我们合作者 就是近大副院的李长柜教授的团队 他们有一个就是中国 或者世界上最大的高尿酸痛风的临床 临床样本库 我们在这个研究当中呢 我们找了109位就是这个发生痛风的 还有101位就是不症状的高尿酸 无症状的高尿酸就是说我们检测高尿酸 它还没有发生痛风的 还有就是正常对照 利用这样的研究呢 我们在50微生的血清当中 利用我们的就非法的代谢组学 建议大概800多个代谢物 然后进行这个数据处理 大家这个比较熟悉 我们有PCA或者OPSDA的分析 然后最后把差异表达代谢物进行剧类分析 然后我们利用这个机器学习 在我们差异表达代谢物当中 去找到潜在的生物标志用 这个是我们高尿酸与正常对照的 代谢组学的一个研究 可以看到 它们其实分开还是分得比较好的 在火山图当中 我们看到了有22种代谢物的是上调 50种代谢物的下调 那进行这个代谢物进行剧类 也能够非常好的分开 对这个代谢痛物进行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差异比较大的 是我们的那个 就是氨基酸 就是RG和Prolene的代谢差异 然后我们这个痛风和正常对照 我们都知道 其实如果发生痛风以后 我们的这个血液当中代谢物改变 远远远比前面的要大 所以看到这两组的差异是非常大的 而差异表达代谢物也是非常多 有52种上调 有97种下调 也是在这个当中呢 也是就是氨基酸 还有我们下面的就是 Ascorbic和那个Ascorbate 它的代谢 其实主要还是氨基酸代谢的差异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 痛风和无症状钢酸酸 我们看到这两组 其实也是我们非常惊奇的 是发现在无症状钢酸酸和痛风当中 他们的代谢物 就它一些整个轮廓的差异 还是非常大 在这个当中 我们看到了37种的上调代谢物 有58种下调的代谢物 但是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尽管它的代谢物有这么多 但是我们最终 负极道的通路 只是两种 就是Arginine 还有一个就是Glycine Threat的这个Metabolism 我们知道其实 高尿酸发生痛风 有一个就是炎症 其实就是在那个 关节有晶体的时候 它会刺激那个炎症响应 其实Arginine这条通路 对炎症响应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样的 就是代谢主席的研究 有点提示 跟我们临床的现象 是非常一致的 那接下来就是 我们找到了这些代谢物以后 我们就利用机器学习的方法 看看我们首先利用这个 就是找到最少的代谢物 能够把这些进行分开 那我们现在的就是高尿酸 就是前面我们有七种代谢物 就能够把它进行分开 然后我们用了三种 机器学习的方法 一个是Random Forest 一个还有一个机器 就是知识向量机 SVM 还有一个逻辑回归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样本分成 就是随机的分成两类 一个是就是Discovery Cohort 还有一个就是Validation Cohort 就是三分之二的是我们的Discovery 然后三分之一是那个Validation 你们可以看到三个机器学习的方法 在这个就是前面这边是我们的Discovery当中 这个AVC还是比较好的 然后后面的是那个Validation 然后这个高尿酸前面一样 痛风就是痛风和那个正常对症相比 这个就跟前面一致 是非常容易分开的 我们只需要四种代谢物 能够进攻能够达到百分之百的分开 所以跟我们前面的代谢门阔 是非常一致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高通风和无正常高尿酸 也非常有意思 我们利用七种代谢物 就可以能够非常好的进行分开 也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三个机器学习的方法当中 不管是在Discovery 还是在那个Validation Cohort里面 都能够非常好的进行分开 我就对这一部分的工作 进行一个就是简单的总结 其实我们就是利用这个样本 我们能够看到 高尿酸正常对症和那个 就是痛风的患者 他们血液当中的这个metabolic change 就是它的整个代谢组的改变 然后呢 我们也找到了相关的代谢通路 那非常有意思 就是我们的Arginine Metabolism 我们前面讲到了 它是给炎症相关的 它是跟能够区分 痛风和无正常高尿酸患者 然后还有一丝的 就是我们能够利用这种 七个代谢物 就能够非常好的 能够把无正常高尿酸和痛风 进行区分 那我们这样做的目的 就像前面讲到的 我们将来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检测 就能够对高尿酸进行预测 就是说如果有这种代谢物的改变 是不是就说 你有高尿酸患者10% 哪些是10%的人 可能会发生痛风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说 我们建立了相关的代谢模型 也是正在对那个临床进行验证 这是我们的一个 我们也申请了相关的专利 这个工作也是今年初 发在那个美国 就是风俗病学会的 一个官方杂志 就是arthritis rheumatology 那接下来给大家汇报的一个功夫 就是肝癌方面 肝癌代谢方面的研究 我们都知道 最近几年那个代谢重构 在肿瘤研究当中 是非常前沿的 一个研究前沿了 我们都知道 可能大家学生物都知道 这个Roberkin fact 所谓就是瓦巴格效益 它是在上个世纪 20年代提出来的 它发现 在肿瘤细胞当中 即使在有氧的情况下 它也会做这种无氧的呼吸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无氧呼吸 它其实产生ATP 是非常效率非常低的 它只能产生两分子的ATP 如果我们一分子的葡萄糖 全部通过TCA的话 能产生36分子的这个ATP 那这些原因呢 其实是非常多的 因为就是为什么肿瘤细胞 即使在有氧的情况下 也做无氧呼吸 最近几年 大家发现了很多的通路 那这就是非常 就是多的一些代谢通路的改变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肿瘤细胞 他非常喜欢葡萄糖 他进到细胞以后 他主要的目力呢 是进行对他代谢通路 进行一个重构 就像我们的 Metabolic Reprogramming 就是所谓代谢重构 他的目力 就是因为种类细胞和正常细胞 最大的不同 就是他那个快速的增值 还有一个就是他本身的 由于代谢很旺盛 在线粒体里面 它会显示很多的 我们的叫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我们的活性氧 为了平衡这个活性氧的话 他就需要一些还原的 比如说我们的 就通过磷酸物糖途径 PPP这道途径产生 我们骨光钢钛 就是GSH 或者NADPH 这些来进行平衡 那现在这个领域 大家都在找这些机制 肿瘤细胞是如何 怎么来改变 而让就是满足 他们这个 满量代谢和物质 他的就是分 就他快速增值 需要的这些物质 那我们用的 当然一个是代谢组学的技术 前面给大家 就是介绍过 还有一个是代谢流 代谢流呢 它其实反应的 我们一般情况下 用的是这个 稳定性酮素标记的 比如我们的 葡萄糖标记的技术 然后来看 它这些代谢物 在不同的代谢通路 前面讲到的糖教解 磷酸物糖 或者TCA上面的分布 当然代谢流和 那个代谢组学 反应的是不一样的 代谢流是一个 Dynamic 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 就像我们看到的 这个交通的情况 我们的就是代谢物 它的风度比较高 说明是比如说 就像我们的这个车比较多 其实它的流 它本身 它的这个流度 流速是非常慢的 由于它的代谢物 比较 就是交通堵塞的话 如果代谢流 本身它是很快的 一个动态的过程 因此我们在做代谢 就是做这个代谢 重构的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结合 代谢组织和代谢流的分析 来找到造成这个代谢流 改变的基因和蛋白 是什么 这也是那个 就是Jashua他们实验室 就是在去年的 那个cell上的一些总结 那我们对进行 同位置标记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引进不同标记代谢物 就是可以做各种的 就是代谢 比如说我们可以标记葡萄糖 可以标记骨 就是glutamine 就是骨氨酸 也可以标记胺基酸 标记我们的脂肪酸 然后来跟增 它的代谢 它的代谢的这个秘密 比如说右边的那个地图 就是我们如果要标记 要追踪这个 零酸物糖途径的话 我们可以在不同位置的 葡萄糖进行标记 比如说一二位标记的时候 如果要追踪这个 零酸物糖 第一个碳 它是就是 就是变成二氧化碳了 所以根据它的 这个代谢的改变 就是它的标记度的改变 我们可以对 不同的通路进行的跟踪 我们实验室在13年的时候 就开始做这肝癌 因为我们以前是 关注这个脂代谢 后来回国以后呢 我们知道肝癌 我们中国家这个肝癌 是个肝癌大国 然后我们给东方肝档 就是那个吴孟超院 是他们那个医院 有一个叫陈说群医医生合作 我们想看看 这个在肝癌细胞当中 是否发生这个代谢重构 所以我们实验室 最早建立了这个 代谢流的分析技术 我们用的是全雕的葡萄糖 那这个实验 第一个实验 我们做的是用新鲜的组织 我们研究生在那个 手术室外面 就等他们医生 把那个肿瘤切下来以后 我们就把新鲜的组织 把它分成正常组织和肿瘤 还有一个就是P 就是所谓PVTT 就是叫门静脉癌症 那是肝癌病灵当中 他们晚期的病人 就是他的抑后很差的时候 他们会 在有那个门静脉侵犯的现象 所以我们对三种组织 进行培养以后 你们可以看到 右边的 就是他的代谢流的变化 你可以看到 来自碳13标记的葡萄糖的 因为我们用的是50%的葡萄糖 然后这样可以看到0.5 是他的最高的值 可以看到 从那个N 就是我们的normal tissue T是tumor P是那个PVTT 可以看到糖胶剂 就是那个TCA cycle 还有下面的临生物糖 都是从正常到肿瘤 到PVTT都显著增加的 就是代谢流是增加的 那这些就告诉我们说 在肝癌的当中 确实有存在 这个代谢重勾的现象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做的 就是说是什么东西造成的 这个代谢的改变 所以我们就结合基因组学 就是把这种正常组织和肿瘤 进行基因组学的分析 把这个三万个基因进行剧类 你可以看到正常组织 肿瘤和PVTT 他们基因的剧类 其实肿瘤和正常差别非常大的 但是肿瘤和那个PVTT之间 差别非常小 那我们再把所有的代谢 就是代谢酶基因拿过来 我们用整流跟正常相比 还有PVTT和正常相比 我们非常非常奇怪的 发现有一个基因 就是Adlas B 它其实是 就是1620酸全酸酶币 它是显著的下调 因为我们前面看到的 我们是葡萄糖的上调 为什么这个基因会下调 还有一个就是 与三国堂途径的绝数部 G6PD 就是G6PD 它是显著上调的 那这个LDB是什么东西呢 它就是在腾酵体当中 第四部的一个酶 它主要是把六个碳的 就是1620酸全酸酶 把它分成三个碳 一个是Glycerol Altheid-3-Phosphate 还有DHAP 把六个碳变成三个碳 在这个当中呢 其实它我们在人里面 有三个 就是它的Esofoam 其实有AEB或者C B的话主要是在那个 我们的肝脏和肾脏 还有小肠当中表达 A的话是在胚胎 或者是肌肉 C酌式的神经系统 而我们前面看到了 这个B的下调 那这个B下调 为什么还会有 这个糖胶解的增加 这是我们一致非常关注的 其实B B的话 这个它主要在 我们传统的认为 肝脏的这个Altheid-B 主要是代谢的是果糖 果糖就进到以后 它是跟葡萄糖不太一样 它是第一位上被磷酸化 叫F1P 然后被它代谢成的是 就是GA Glyceroaldehyde和DHAP 所以这个呢 在人当中有一个 叫果糖不耐受 这个就是遗传性疾病 就这些小孩 如果有这个遗传性疾病的时候 他在喝奶的时候 没有问题 如果断奶以后 他接触食物 接触于果糖的食物 就会 他就不能带些果糖 就发生这个肠脏器 然后肝脏有很多的 这个病变 这样的小孩呢 就是只能够 就是避免果糖 所以这个在HF 它叫HFI 就是我们的叫果糖不耐受的 这个疾传疾病当中 所以这个研究比较多 它所以 这是传统 在生化书上 大家比较关注的 最近几年呢 其实Andalus 在这个代谢当中的研究 也是在我们种类领域 是非常热的 在16年的时候 有一篇Cell的文章 他们就是发现 我们这个PS3K 这个通路的话 给这个Andalus 它是在细胞骨架上 然后水解下来以后 就是解离下来以后 它会调控糖代谢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跟那个 下面大学 就是林生亚教授 他们主要是做 AMPK的感应 他们发现 这个FBP 就是我们的 就是果糖16203 它与这个Andalus 结合以后 它能够感应葡萄糖 就是说它是以 AMPK independent 就是不相关的机制 所以首先发现了这个 就是一个机制 它发在那个Nature上 还有就是最近 在就是生物物理所的 一个补工程老师 他们做的就是 我们就是节制肠的肝转移 就是我们节制肠的肝癌细胞 它转移到 就是这个节制肠的癌细胞 转移到肝脏以后 它会选择性的上调 这个Andalus B 然后代谢果糖 来造成它的这个转移 所以这个领域的研究 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那我们就是怎么发现的 就是利用这些方法 那我们是怎么发现 他们这个机制的呢 我们发现了这个Andalus B的一个 我给大家就是先总结一下 它是一个代谢酶 其实除了发现代谢酶以外 它还有非酶的功能 它自己 其实正常的时候 它可能会给这个G6PD和P53 结合形成一个符合物 抑制这个磷酸物上途径的上调 我们都知道磷酸物性上调的话 是肿瘤细胞必须的 就也是非常重要的 它会产生就是产生NADH和GSH 所以在那边的话 我们肝癌细胞当中 我们前面看到了 这个Andalus B会丢 丢失以后 它就能够释放这种抑制 就造成这个我们磷酸物糖途径的上调 就像前面看到的 在刚刚电源当中 PPP会上调 然后这个时候 它才绕过回到GAP 再回到这个磷酸物糖途径的下游 就是回到这个唐教育的下游 再进到CCA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就是代谢酶钩的一个机制 就是发现一个代谢酶 我们的Andalus B 它可以和磷酸物糖途径的一个酶 相互作用发挥这个非酶的功能 所以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代谢重构的一个机制 那我们就是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怎么发现这个 那么看到下调以后 我们就做一些那个 就是免疫主化的 可以看到在干癌发生过程当中 我们的Andalus B 是叫Stage Dependent 就是我们从正常的 到0ABC7 就是越来越严重的 他们的Andalus B是下调的 而035糖GXP 以及GXP例是上调的 那我们也做了 他们的表达形式 与干癌的预后是密切相关的 比如说我们的 在这个病人的组织当中 如果Andalus B的下调 它是下调的越多 病人的预后越差 另外呢GXP例相反 它如果上调的越多 病人的预后越差 那C的是把这两个基因一起分析 就是发现 这个病人最倒霉的病人 就是说Andalus B是下调 然后GXP例上调 这样的病人 就是我们下面的那个蓝色的那条线 他们的预后是最差的 而比较有幸的病人 就是说Andalus B的上调 和GXP例的下调 那当然这些表达 也给这个干癌的 其他的一些 就是临床指标是相关的 所以这些研究就发现 他的表达 其实是一个独立的风险因素 那接下来我们做基础的研究 我们看到Andalus B 那我们就去把B敲掉 把Andalus B敲掉以后 利用干癌的模型进行研究 我们做了全敲的Andalus B的消数 以及肝脏特意敲的 利用两个不同的时间点 可以看到敲掉了Andalus B以后 这个小鼠它的成流是增加的 其实这个模型 在以前大家拿来是做 那个果糖不耐瘦的小鼠 我们这些小鼠 又必须喂这个果糖 就是没有果糖的食物 不然的话它就会 就是有问题 所以我们的食物 也是特殊的食物 那这些小鼠当中 你可以看到 我们敲掉了Andalus B以后 它的肿瘤都是显著增加的 那我们接下来 就做代谢组学 因为也是前面 可以看到在这个肿瘤当中 它的代谢组学的改变 你可以看到 非常有意思的是 那它的差异 两条通路 第一条是果糖代谢的通路 第二个是磷酸物糖途径的上调 那这样就是非常的make sense 因为前面我们知道 Andalus B的这个敲除的话 它肯定影响的就是 果糖代谢和磷酸物糖 那我们接下来 也看到它的代谢的改变 前面我们做的是 代谢流的分析 我们就做定量的 把磷酸物糖途径的 进行定量的分析 就可以发现 敲掉了Andalus B以后 磷酸物糖途径的代谢物 是上调的 那我们这个G6PD的煤活 也是上调的 接下来我们就做回补 因为敲掉以后 如果敲掉一个基因 它促进肝癌 如果回补这个基因 是不是能够抑制 我们接下来做了两个回补 就在肝脏特意敲的小鼠当中 再去回补 你用AV回补这个Andalus B 你可以看到回补以后 我们的这个肿瘤 它就下来了 这也是一样的 这是肿瘤的数目 肿瘤的大小 然后代谢物也是一样的 我们就红色的是 表示敲掉以后 肿瘤增加 然后回补以后就下来 就代谢物 下面是我们的Andalus B比上 Andalus B 还有GSH比上GSHG 这是你在物团途径 上调的一些标志 那就是前面的 有时间关系 还有很多其他的机制方面的研究 我就没有给大家 那个就是分享了 就是通过这样的研究 我们可以结合代谢组学 加上代谢流的分析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 就是做了很多的代谢流的分析 要就是前面讲到的 比如说一二位标记的葡萄糖 然后还有我们的用刀标记的 这个葡萄糖来证明 确实从葡萄糖来的 这个代谢物是通过上调 磷酸物糖途径进来的 那除了前面的这个工作以外呢 我们还有就是相关的一些工作 我们也发现了 它就是影响 就是在这个 除了影响磷酸物糖途径以外 还有比如说AKT 还有这个就是 我们的叫胰岛素的 受体 IR的这些工作 相关的这些工作呢 都是我们最近刚刚发表的 然后这些工作就是说明 我们肿瘤细胞非常的聪明 它怎么能够 非常愿意去吃更多的葡萄糖 就是由于它能够把一个代谢酶 变成一个非酶的功能 利用这样的功能 来造成它对肿瘤的一个促进 好吧 这是时间关系 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 那第一个呢 我们很想可能大家都比较关注的 代谢组学是我们非常重要的 一个非常这种powerful的一个工具 它能够帮助我们 首先能够找到代谢物的生物标志物 还有在基础研究方面 能够帮我们找到分子机制 当然前面一个研究就发现 我们可以把代谢组学和机器学习 结合在一块 那最后呢 就是我们就是具体的一些研究 可以发现它的代谢特征 对机制有了解 最后我们发现这IRSB的下调 引起的一个代谢重构 其实是在这个肿瘤细胞当中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 这是我的一些合作者 时间关系 这是我们研究团队 最后 就我们实验室 因为还有其他的 有些很多的一些工具 有机会的话 可以给大家一起合作 这是我的一个那个联系方式 如果同学们感兴趣的话 可以可以交流 我们有一点晚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 可以问个一个吧 好吧 因为正好在现场 那个同学你有问题吗 你可以问一下 有没有 好那那边那个同学 问一下就是你们那个机器学习 就是你们那个机器学习方法 他得出的结果会不会有随机性 应该是我们考虑了这些的因素了 因为所以我们用了三种不同的机器学习的方法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应该是没有 应该把这个随机性给排出的 但是我就是想问 如果就是用一种随机的方法 然后就是重跑代码的话 他会不会出现的结果和上一次不同 这个可能我具体的我不太清楚 可能这个 我相信应该是 这个因素考虑在里面的 可能这个我还要问一下学生 做了学生的这个问题 好吧 应该没关系 谢谢 谢谢 后面有个同学可以 对不起 那个时间关系 虚线的话是那个批值 就是0.05的用log 在虚线以上的 对 虚线以上是那个有统计学差异的 那我们来得及给大家 好的 好 谢谢大家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这样 如果有问题我们接下来可以私下交流 谢谢大家 讲一下这个我们最近的一个研究成果 就是我们原来的研究方法呢 是基于这个蛋白到代谢的转变 就是我们找到一个蛋白 然后呢这个进行了敲除 然后呢来看这个动物模型 以及这个蛋白的疾病呢 多和少 这个大家最传统的方法 所以比如呢 我们发现了这个毛链蛋白A1 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子代谢的蛋白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它进行敲除 敲除了以后呢 我们就发现 如果敲除以后 平滑机细胞就从这个 这个伸缩型转化为这个分泌型 所以我们通过这种 这个蛋白的敲除能快速的 让我们掌握到它这个 在飞浪态中的变化 同样一个蛋白呢 我们这个发现了 它进行的动物的敲除 已经过表达了以后呢 这个它就会引起这个 这个糖尿病肾病啊 所以说这个吸血缓病和 糖尿病肾病密切相关 所以我们呢 看到了糖尿病肾病的一些的过程啊 然后呢 对应的对立 以及相关的信号通路 我们也找到了NF-CavaB的信号通路啊 更有意思呢 是还是结合这种蛋白 我们今年在Diabetes上 发表了同样发表了这个 关于这个精英的 这个蛋白的这个故事啊 所以我们围绕着蛋白 来往代谢去努力 这个是我们大家常规做法 也是我们最上场 比如说这个NSA1呢 它通过这个FRP2的受体呢 会影响到PPARα上升 PPARα上升呢 会引起呢CBT1B的上升 因为CBT1B 是一个重要的蛋白控制了 这个Free Phatic Assay 进入这个心理体精 Beta燃烧 Beta氧化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呢 如果是摩连蛋白A1的 这个 响应信号通路呢 会让这个脂肪酸有效的进入Beta氧化 如果否则呢就会 Free Phatic Assay呢 就会产生过量的这个TNG呢 甘油酸脂呢 对这个 对这个 这三篇文章就相当于 都发表在今年 就相当于一个蛋白我们可以 针对脂代性呢 找到三个重要的故事啊 所以我们在两年前我们的打法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啊 特别是呃代谢主学现在做的会越来越好啊 很多这个呃科学家都针对直接针对代谢 我们也是在两年前 我们也调整了战略 就是直接对代谢进行这个这个拉网式大搜查啊 所以我们呢呃因为代谢呢 我自己主要是做代谢对心脑血管 但是大家知道这个呃在心脑血管里面 脂肪肝的影响是非常大啊 就脂肪肝的这个代谢 肝脏发生了很多代谢 所以我们呢也是呃通过代谢主学 发现到了一个呃代谢啊 这个代谢物呢 最初我们只只找到了一个分子量啊 所以我们从分子量呢发现呢 它随着肝油酸子和这个血糖的变化和增加啊 所以说它是一个呃 痰和脂肪敏感的代谢物啊 同样的对于这个菌群代谢 所以为什么我们对菌群代谢感兴趣呢 因为我们发现有很多代谢 它不是这个我们自身造成的 是一个菌群代谢 另一个社会小社会它造成的 所以说这些代谢呢又和脂肪代谢 能量代谢产生一些关系啊 所以我们也是证明这个代谢我们可以取名为 TMAFA起菌群代谢造成的 所以如果给一个菌群的 碳生素的抑制以后 它会常常的下降 从容或者是这个呃去胃食粪便以后 它又呃恢复这个这个呃一定的量啊 就说明它是菌群代谢的啊 所以呢还有一个这个我等会会讲到代谢流啊 包括百区生物也是一个重要的代谢流的先驱的公司啊 做的特别好啊 所以我们也在广泛的应用这个代谢流技术 来解决生物里面的信号通路问题 比如说我们从这个研究中 我们找到了TMAVA是从TML来的啊 TML怎么产生的TML 或者通过饮食或者通过这个体内的合成 它都会造成这个TML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随着时间的变化 这个呃这个剂量的改变 而呃产生这个dose和time dependent啊 这个是依赖的 所以包括这个前提呢 我们最近呢就这一周 我们关于这个association 比同学江的TML和 以及这个脑竹中的预后 我们发表的最好啊 啊就说明这个这个这个代谢物啊 已经有重要的研究啊 它产生了一个啊 下游的代谢物可能对脂肪钢啊 更有影响啊 所以我们也是把TML 这个半岁的高脂饮食 进入这个给动用以后 我们发现它这个比较容易产生脂肪钢啊 而且呢这个钢供也下降了啊 AST表示干供的这个损坏的程度啊 更有意思的是 我们通过这个 非靶下和靶下的代谢主题 我们发现呢 这个代谢物能下调 这个险基漏减和漏减 我们中国现在还没有漏减营料 当然我也了解到欧洲是有漏减营料的 当然我们中国 也讨论健身的一些这个啊 健身爱好者 他们也要喝一些漏减饮料啊 所以啊 看来这个漏减多了以后 会产生奇迹网疾病 但漏减 内源性的漏减少了以后 也会造成了这个线粒体的空泡状 产生这个线粒体的指责堆积 从而对线粒体产生损害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研究里学到的 所以这个研究也是今年去年发表在这个 未尝病国际也是知名的杂志 叫Castrology上 他的故事就是 我们发现了一个肠导菌群的代谢物 它来自TML 最近我们发现TML 跟脑族中的预后有关 它是一个坏的在脑族中里 然后那TMABA呢 它会产生什么作用呢 它会抑制这个漏减的生成 因为它的结构是和漏减的前体太像 它会导致肝脏里内源性的漏减下降 险基漏减下降 使得这个 使得这个 脂肪酸的BETA氧化下降 导致了这个腺体的这个功能的损失 以及肿胀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去年发现的一个重要的故事 所以肠导菌群代谢后密切强光 看来这个质谱代谢呢 是一个不可缺的部分 至少来说我认为代谢的诊断 就像我四年前提出 生物质谱在代谢方面 它可以这个快速走进诊断 而且它会慢慢从额科进入其他科室 因为分子量低于500的确实有 免疫反应这个解决不了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代谢主穴 把相代谢主穴 多通道代谢主穴 慢慢会成为一个 更科室的一个诊断标准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 讲到的肠导菊菌代谢物 TML 氧化三角和竹筋 这个复发的一个影响 这个文章也是最近呢 发表在Stroke上和这个王英俊院长 天堂的王英俊院长合作 刚刚刚发表 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代谢主穴怎么考虑 我们也在琢磨代谢主穴 朝哪个方向发展 第一个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这个 器官代谢主穴 所以我们到底能不能解决器官代谢主穴 所以说这个2020年那个宾州大学在Science上 发表了这个关于心衰的这个器官代谢主穴 谈到了各个部位的柴血 以及看到这个心脏对这些代谢的使用和消耗的情况 当然这个是非常理想化的 其实操作起来还是挺难的 所以我们也在学习当中 第二个呢看来 肿瘤的代谢主穴 呃 器官代谢主穴 有可能率先 这个达到一个可使用的一个程度 啊 所以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 呃 有些科技在2020年发表了这个 关于这个 肿瘤 呃 器官代谢主穴的一页研究 啊 比方说在这个 进入肿瘤的血液和出肿瘤的血液 呃 分别这个采血 然后呢再比较代谢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研究 啊 第二个呢就是 呃代谢主穴当然带来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它到底的绝对定量啊 所以我说 相对定量在临床上已经不大啊 啊 所以说呢我们希望 对所有的代谢物当绝对定量 但我们又买不到那么多和做不出那么多的 有效的这个内标 所以我们也是 看了这个许国王老师他们做发学能人的方法 对我们来说我们是一个生物医学的这个team 我们最关注的并不是他们的分析方法 我们最关注的是能不能在生物学上能存储 啊 我们能不能准确的给大夫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这个是我们特别关注的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呢 通过泥把象技术的两台质谱的这个方法的这个这个switch应用 能大大减少我们这个内标的急需啊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呃非把象的快速转为大象 这个是我们现在团队呃面临的问题 以及我们也在想想怎么解决啊 因为这个确实对我们这个进一步的 从这个呃文章到这个临床的实践 我觉得还有个gap啊 这个gap当然是越短越好 所以我也觉得它会在逐渐在每一个科室实现啊 不是说统一大家都实现 就像呃质谱代谢的诊断 其实最最吵的进一体系是我额科 所以我觉得这个额科在这方面 呃做出很巨大的贡献啊 当然目前呃心血管脑血管内分泌 呃这三个科是比较 应该来说这个心内神内内分泌科 我觉得内分泌科现在是走的最快的啊 心内科神内科相对来说还是 对这个技术体系还是不够认可 啊第三个就是代谢流 呃我觉得代谢流呃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啊 这也是我们团队合作和呃发展的重要方向 因为我觉得这个代谢流啊它像Western一样 会解决这个蛋白组学很多假阳性的问题啊 呃同样对代谢组学也存在很多假阳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希望把它更亮化呃更是一头这样啊 我们从那个宫口的呃六个汤啊怎么变为三个汤 然后三个汤怎么变为两个汤 所以我觉得这种会对传统医学产生很大的冲击 所以会让那些从来没有做过质谱代谢的人 开始觉得这个质谱代谢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金标准啊 当然这个原来这个质谱代谢也许是在一个limit的范畴 作为一个金标准比较要塞 但是在很多生物学领域还不敢作为金标准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代谢流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一个啊 一个啊一个重要的一个啊前景啊 第二个呢就是呃在代谢流中还能让我们变清方向啊 啊就说呃举个简单例子代谢流呃它不会逐渐成为一个呃 证明一个同路而是说我去看一个同路啊就像蛋白组学呃 呃现在很多人做蛋白组学不是为了去看一个蛋白 而是去说这个呢没有太往哪变化啊 我觉得这个是呃代谢组学巨大的power啊啊 就是没有潜力在来的就是它 那让我们做生物医学的人去看它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 呃第四个呢就是目前也是目前我在跟这个呃 呃质谱和代谢和蛋白组学大力合作的类器官的体系 我觉得这个呃特别重要因为特别是做癌症的呢 你不可能什么代谢都去做这个都去做动物模型 你会遇到大量的这个这个浪费的资金以及时间啊 如果能把这个内器官广泛的应用起来 而且通过机械化我们可以进行大量的代谢筛选 这个对我们的意义是呃巨大啊 所以我们也是呃最近的今年呢和这个美加 成立了一个内器官平台叫萨拉达 大家也可以呃刚刚网站刚刚出来 我们对很多科研机构提供各种的内器官啊 这个这个合作啊 我们希望用这个机器人来控制内器官 只要我们可以减少我们筛选的过程啊 而且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病人的信息 以及呃从IPS转为内器官啊啊 而心脑血管或者从病人身上直接拿到啊 呃这个这个原代细胞 然后把它快速的防止成三维的这个结构 然后进行代谢的筛产 我觉得内器官对代谢的这个帮助是巨大的 能快速给我们找到这种代谢的途径啊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呃机械自动化 肯定会改变我们对细胞代谢和大外界的认识 所以我们现在也要大力的发展 代谢全自动的这个设备啊 我觉得呃代谢主学走进诊断还需要一段时间 因为我们需要更自动化的这个这个银器和设备啊 所以我们可以呃减轻博士生的负担 让他们更加的这个投入到这个呃理论当中 而不是重复简单的重复啊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机器人来进行简单的重复啊 呃在这里呢我们要讲一个案例呢 就是今年我们呃发表的一个案例 所以说我们来理解一下代谢主学到底对心脑血管有什么推动 呃呃大家可能对夹诚都比较陌生啊 但是如果听到一个有一期很重要的争端呢 就是呃有一次这个呃我在出国前我在中国科学理化所呃工作过啊 所以当时有一个后来回国以后有个老师呢呃在怀孕的时候 然后在北医山院啊发生加成啊最后这个自己和小孩这个 这个福中的这个孩子都都都去世了啊 呃为什么呢 因为加成是一个很凶险的一个过程啊 所以说呢呃并不是在这个所有的城市 所有的大夫都会熟悉呃像这个大医院所能做的夹诚的手术啊 夹诚可能用了更大的支架呃对这个主动脉进行这个呃处理啊 但是不是说现成的地级医院呃或者是这个省级的小医院能解决这么重要的手术啊 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夹诚的发生率还是很高的啊 这种危险性巨大 所以它主要是吸烟高血压老年男性密切相关啊 夹诚和动脉流密切相关有一些动脉流直接就爆发夹诚啊 呃但是大家的研究都还集中在代谢包括蛋白 因为蛋白是相对大家呃比较认可的这个研究对象 因为它的原料很多啊 针对一个蛋白啊比方说白金6 我们可以拿到它的精英序列 我们可以做成它的指令 我们可以表达它的蛋白我们可以敲筋敲高 我们可以病毒包装我们可以做这个呃特敲全敲 所以说蛋白对大家现在来说变成了一个常规思维啊 所以在甲城的早期研究中 大家都会围绕着这个蛋白啊啊发现了一系列的啊 最有名的就是一些基础金质蛋白酶啊 细胞外基质蛋白它对这个的影响以及炎症 我们呢希望呢呃不带眼光的去看一下这些代谢的变化啊 啊不带任何这个呃预判 我们去看一下这些代谢的变化 所以我们也是找到了一个重要的 动脉瘤核杂成的研究中心啊武汉通缉医院啊 为什么今天我知道呃 呃王道文主任对这个呃 呃临床样本有非常好的控制 呃他们的样本质量各方面有着完整的这个这个这个记录 以及这个呃有一个系列的完整的病人体系啊 所以我们呢用少部分的这个病人和非病人的进行 大量的代谢赛场啊我们发现了一个琥珀 啊当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安基酸是别人所报道的啊 所以说我们对这个琥珀呢我们有很大的兴趣 因为是三双循环的代谢这个中间物啊 啊当时我发现了 大家现在对三双的循环 有新的了解啊啊 蜂马双,苹果双,铜卧肠 以及聚焰酸啊 有更多的这个该预针对这个三双循环 特别在癌症和免疫 所以我們對病人進行檢測 準確定量 以及排除了一些年齡性別 吸煙高血壓 09 我們發現它是一個獨立的分析因子 通過IOC曲線 或者臨床中DCA的曲線 我們發現對比BASELINE 它有一個好的診斷的效果 我們也增加收集了心肝 以及肺酸塞 我們發現它能夠區分 極性心肝和肺酸塞這些胸痛的 有相似的胸控症狀的病人 它在夾身中 肺酸的水平是相對高的 所以說我們針對動物實驗 針對動物實驗我們開展了一系列的研究 包括BAPN血管緊張說動物實驗 我們發現它的發生率確實增加了 它的死亡率也增加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發現的股泊酸在這個系統中 它起到了壞的作用 它的管槍也增加了 所以我們通過這個組織切片 發現它的珠磨增厚了 唐一板的斷裂增加了 而且正如別人報導的 這個ROS的增加了 但是我們這篇文章中其實沒有太多提到ROS 我們只是引用 別人說到的虎泊酸對這個ROS的作用 所以我們呢 有兩種假設 一種假設虎泊酸是菌群來的 但是我們放棄了這個假設 因為在我們的研究中 我們也發現了 除了菌群其實 這個巨石細胞會大量的產生虎泊酸 因為我們發現了 在這個M1細胞中呢 存在著一種三酸循環被抑制 可能是三酸循環被抑制 導致呢 這個活泊酸的大量增加 所以說呢我們覺得 我們需要 再做一些特敲的動物來看一看 這個菌群細胞對活泊酸的影響 所以我們找了幾個腺素酸 在這裡呢 我們找到了一個關鍵的腺素酸 叫OGDH 當然我們排除了一些其他酸了 包括降點酸 核酸酸 我們發現了其中一個OGDH呢 它和這個 這個F480表示巨石細胞的標誌 我們發現了 它們有存在明顯的供應位 供應位 所以說呢 這個 呃 OGDH呢看來 對活泊酸的產生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存在著這個 這個 呃 如果把它下降了以後 它的顏色會下降 包括活泊酸也會下降 另外呢 我們用了一個抑制劑叫SP 它是OGDH的抑制劑 這個抑制劑下調了以後 它的這個 顏色因子也會下調 什麼調控OGDH呢 我們呢 呃希望找到一個轉路因子 我們通過暖精的預測呢 我們找到了 CREB 啊 我們通過了螢光树莓報告基因 我們發現了這個CREB 能跟這個OGDH的 這個呃 啟動值呢結合 呃我們通過Q正在這個 通過這個 看體呢 把CREB拉下來 發現了 測序的發現了OGDH的DNA序列 以及通過RNA 来PCR发现了Crab确实会结合OGDH的这个Motiv的DNA这个序列 我们确实发现了Crab确实是OGDH的转入因子 所以我们把Crab调低了之后 发现了OGDH也会降低 严正因子也会降低 然后确实Crab会调控OGDH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了Crab在老鼠的加乘当中 很能的加乘当中它都会过表达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用了零专化的抗体加探针 我们发现它跟趋势细胞有明显的定位 看来这个要激活琥珀酸这条通路需要磷酸化的Crab 我们又进行了一些文献搜索 找到了P38Alpha 但大家都知道P38Alpha是一个广泛的磷酸酶 它会磷酸化很多蛋白 所以我们构建了P38Alpha水系特效的小数 用这种方法在巨色细胞相关的细胞里敲除 发现如果把P38Alpha敲除了以后 明显Crab的磷酸化下降了 更有意思的是Crab会在P38Alpha里 会形成结合会相互的结合 所以说 从此如果把P38Alpha水系特效了以后 也会下降了OgDH的MRI 所以就看得到它的最上游是磷酸化的 就是P38Alpha 所以说我们把P38Alpha水系特效了以后 它的磷酸也下降了 所以确实给我们很重要的线索 我们发现原则因子下降了 M1的百分比下降了 同时ROS也下降了 我们发现P38Alpha在连老鼠中的表达都增加了 然后在和巨石细胞共进位以后 也发现了它有明显的共进位 所以P38Alpha水系特效的 我们又用到了另一种动物模型 加成另一种模型 就是APLEE背景的进行杂交 我们发现了如果在APLEE背景的情况下 做出了AAB模型 我们把P38Alpha敲除了以后 加成大量的下降了 发生率下降了 以及管腔的直径下降了 中膜厚度下降了 以及弹力板的损伤下降 就是说P38Alpha 可能是造成虎波酸增多的原因 同时我们把虎波酸补充回去以后 发现它的炎症又上升了 AAD也上升了 这个管腔的直径也上升了 所以说我们把虎波酸补充回去以后 它的坏处都带了 包括白结1Beta 以及用ELISA测了 白结1Beta的量 发现它也上升了 所以虎波酸干预的 P38Alpha 水溪特敲的小鼠 它的这个病 这个破坏性又带来了 包括了白结1Beta 白结6 MMP9 天安法Alpha都增高了 这些都给我们带来启发 所以说我们发现 不是从蛋白找到代谢 而是从代谢往回找蛋白 我们发现在甲城里 存在着 组织和血浆中的虎波酸增高 虎波酸增高是哪来的呢 是它的线素酶OGDH来的 OGDH 是由什么转弱因子控制的 是UQR控制的 我们通过荧光探测 发现它要进行磷酸化才能激活 它的磷酸化的酶是什么呢 我们找到了P38Alpha 我们进行了水溪特敲 我们发现它会调低 OGDH 同时会下降虎波酸 就证明存在这样的一条 这个来回验证通路 这个研究也是 最近 刚刚发表在UPN Hard Journal 大家知道 这个UPN Hard Journal 营养一直涨得很快 最近已经涨了30分了 它现在目前是心血管理第一名 所以我们觉得 我们也在慢慢的打动那些编委 用代谢的故事进入这种传统的心血管理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研究 当然了 UPN Hard Journal 我就给了一个 提目叫 波性的Cycle 虎波酸 主动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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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了夹增和动脉瘤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开端 所以说在这个研究中 我们也感谢 王道文教授的团队 这个是我们团队的一个公众号 我们也希望呢 将来跟更多的大夫和老师们合作 我们也会把我们一些 平时阅读到的一些 带一些在心血管 心脑血管 有意思的文章 我们也会共享的公众号 和大家共勉 所以谢谢大家 好 非常感谢郑老师的精彩报告 赛场同学老师有没有问题 和郑老师交流的 因为郑老师研究这个病 我很有感触啊 因为这个主动脉夹层实际上 郑老师刚才提到的那个 他那位不幸的同事 实际上是我大学同班同学 他就是因为得这个病 然后在北夷三院很不幸 就是孩子和妈妈都 都不在了 好 谢谢郑老师 郑老师有一个问题 郑老师还在吗 郑老师好 郑老师好 非常好的工作啊 每次听都有新的收获 我比较感兴趣 你们最近做的内器官的 就是移岛 移岛内器官 你们就是准备做人的内器吗 就是从人的 如果要做的话 是需要捐一些什么 能做成内器官 我们有两种做法 一种做法就是 从比方说 肠的内器官 就用肠的小手的肠影膜里面 提取细胞 然后培养成内器官 第二种做法就是 用IPS来诱导 造成这个胰岛细胞 然后造成内器官 这是第二种做法 第三种做法就是从 临床课室 比较简单粗暴的 拿到这个 他们切下来肿瘤 然后将肿瘤 细胞化 然后或者是脑胶子瘤 就不细胞化 就切成小块 他们就会自动 长成内器官 好的 谢谢 非常期待 以后给你合作 内器官的 谢谢 好 谢谢郑老师 然后我们接下来 一位 是来自于 北清生命科学联合中心 的黄超兰教授 他现在是北京大学医学院 多组学精准医学 这个研究中心的主任 然后超兰老师呢 也是我在美国 实验室的同事 然后他在回国之后呢 首先在上海创建了 这个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 主要负责这个 植谱平台的建设 然后后来呢 他到了北京 到北京之后 虽然我和黄老师 可能见面机会 不是特别多 但是经常可以 从新闻上看到一些 关于黄老师的 研究或者是新闻报道 然后他 比较典型的一个 比如说在 2020年 他和这个许春琪老师 就是生化细胞学 许春琪老师 在Sell paper上发表的 关于这个 T细胞相关的一些研究呢 基本上是揽破了 中国所有的生命科学 还有医学的这个 大奖 然后我们非常期待 黄老师今天的报告 有请Catherine 听得见吗 这个耀阳 是你介绍了刚刚 首先感谢这个大会的邀请 然后我 我很听得见吗 非常可惜的是 来不了上海 而且我现在又很远的 身处在澳门这个地区 希望这个通讯还是OK的 我先共享一下这个屏幕啊 刚刚大家听完这个 乐明做的非常好的 这个代谢回推薄蛋白 这样的一些疾病的机制上的 研究吧乐明是 这个故事讲的越来越好了 那么我现在依然回回到 我们做蛋白质组学的本质吧 谈一下这个技术 是怎么样比较深入的应用在 技术和临床的研究中 那么这个 这个在讲这个蛋白质组学之前啊 群里的我们是需要比对一下 咱们非常有的这个支符技术 因为支符是涵盖了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 的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 那么比较起其他测学的技术呢 我们还是非常骄傲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存测量的物理技术 到现在已经超过130年了 那还而且非常的复杂 所以能够 handle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的人 我相信还是比较厉害的 那接下来呢 是这个 我模拌一下咱们这个工具和指谱的 几位拿到诺奖的大牛 那么前面三位呢 就是从J.Tonson开始拿到的是分析器的诺奖 然后这两位就是离子化的诺奖 那么同时也需要因为一耀阳在主持 所以我还是要讲一下这个三个分析 从这个离子化和创民政府 以及到我们的前老板Jones 他发表他那个开发的一系列的软件 和Market这样的技术 使得蛋白质组学得以一个费用 这张图呢其实是拿来引用一下我们的主持人 让他回忆一下咱们在Scripps的这个日子 那回到我们这个课题的本人 那先谈一下这个 蛋白质组学是怎样助力 技术生命科学 其实要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呢 就在20多年前 整个生物学的发展也其实不会那么快 那么我主要是从一个跟陈琦 刚刚又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课题 以及我们后来发展的这个蛋细胞 蛋白质组的技术来谈谈一下他的这个应用 在2020年和2021年 其实我们都是用这个蛋白质组学 发表了非常好几篇非常好的文章 然后也做了很特别是在新冠上 也做了一些挺好的贡献 一会也会给大家讲一下 那么当时跟陈琦这一个合作呢 其实是一个叫法相IP多重轻标的绝对定量制补法 刚刚论明大家就讲了说在临床上 其实相对定量没有太大的意义 我们是需要做到绝对定量 那么蛋白的绝对定量跟代性相比呢 其实是更加难的 那在这个课题之前呢 其实大家都了解一下T细胞 自从有了新冠之后 按照董神教授讲的 无免疫也无健康 有了新冠之后大家不成为半个免疫学家了 那么在这个T细胞当时 那个陈琦来找我的时候 他其实是告诉我说 T细胞细胞这个整个compress呢 他们会随着不同的抗原的刺激 然后他会产生下游不同的功能 那么他的结构呢 是已经被这篇2019年的这个Nature 已经解析出来了 因为看到上面有很多的Train是接受抗原的 然后呢下面就有几条雅基 就是伸到膜里边 从膜上拖下来伸到质里边 然后就招募一些蛋白产生功能 那么那么还是 所以其实是有很多的功能是不知道的 虽然我们已经很多的人线 就是多年的理解是知道它是 全部是用这几条i-10 就是叫Immin-receptive-tellicic-base-acquivition motif 它作为一个开关 来触发下面的一些蛋白的角度 然后呢他当时过来给 引诱了上钩这个课题 那就是说 对于TCL、CDC复合体上所有 Y的磷酸化 要做个绝对的抵挡 看它在不同行人次级下的一个动态变化 同时呢希望能够发现它的一些新的功能 那么当时就数了一下 这个这几条雅量 我们可以看Epsilon它是这样的 然后Zeta它有六个 那么Delta和Gamma也是有六个 然后其中有两个月呢是一对的 那么所以一共架起来图图二十个不安算领算化 需要同时绝对定量 那这个我就是因为 就是本来我们想合作开发一个 怎样去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动态的Mapping的方法 然后呢就送了一下这个我们 做绝对定量的这个所有的方法在过去 然后呢唯一能够看得上 就是这两个吧一个是03年的PNS 然后这是我们GIG的第一个AQUA的概念提出来 用的就是小分子 然后呢接下来到了一五年啊 这中间是隔了非常长的时间 可见是有多拿做这个办法的绝对定量 那么Fourless White它它它它把这个TNT引入之后呢 就变成了一个Mapping的这个方法 那么到了这个之后呢 呃其实我们当时是想把Mapping这个方法 直接就用上来 但是呢呃由于就是二十年太短 需要全部中标的话呢 第一非常的贵第二就是说 我们认为其实效果是会不好的原因 就是它它有非常的呃就是它会产生mixture 而且TNT本身呢它会其实是让土铺变得非常的复杂 那么这个是会影响定量 因为它虽然是有个很好的地方 是能够把Fourless Put给提高 但是其实在定量的层面上 你需要做到MS3 呃才可以稍微的让定量准确 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个招说 既然咱们这个上面呢 那我们就合不呃用这个targeting IP 来定向 然后呢再加TNT去做一个呃不同的concentration 最后可以结合DDA和PRM 呃一起来定这个量 就是像这个Bellution 呃那个SOCBellution一样 那也就是我们就开始呃 呃公司这个方式 那么整个的好处呢是不需要合成中标又省钱 第二就是降低普通复杂度 然后就是降低数据采集物仓 提高定量准确度 那么这这这整个方法里边非常重要的是 需要有一个呃很成熟稳定 又可靠的一个IP protocol 然后同时又要有一个成熟稳定 又可靠的这个DDA和PRM 那么首先就是呃学生的清晰 其实在这个课计证放了两个PhD学生 在我们共同的实验室里边 就记载我的实验室在他实验室 那么我们前期就先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呃 锁定在DNA加OKT3的这么一个ED3 加斯文的antibody做下的一个compress的IP protocol 那这光是做这个 protocol 其实就花了一定的时间 然后同时我们就构线我们自己的Tina 就是这个整个方法的绝对定量清标的这样的一个名称 那么我们采取的就是这个Stand sample 我们合成了12条态端就是非就是phosphorus和nonphosphorus 就不标记了 然后呢同时用这个unstimate缺效HG IP作为一个background 就拿来给你剪掉这个background的这个本体的 然后我们同时这边还可以用不同的analy 就是说你可以设定不同的这个条件 比方说你可以设定不同的次级或者你设定不同的时间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到这12个 这个10个TMP的标 就这边全部都是我们的Standard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analy 然后mix之后就可以analy 就可以看到了 因为整个的做法就是 把这套样品做准备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performDDA 选出他们的transition 然后再去对他们每一个去做prm的定量 那 所以 这一个是我们的report案可以显示就非常少这个 这个 我們沒有一個中標 它就很乾淨 然後由於這個方法 這個穩定性呢 我們追蹤得到的每一條的這個calibration curve 這裡是跨度了 這裡是x軸是一個 分別的一個橫座標的濃度 然後每根的範圍去三到四個濃度的這個 這個 然後x軸都是0.99的去上去 那麼在今天會計算 那麼最得到的結果呢 就在這張圖上顯示 那這裡就是四條亞大的 每一個人雙方位點的絕對地上的值 然後呢我們這邊呢是三個不同的這個刺激 一個是重組 一個是strung 一個是weak的這個triggering 去看它們到底是產生了什麼影響 其他的我就不講啊 這裡是最重要的是講這個紅色框的這個 這個結果就是cd3 epsilon 我們看到它是custom的有一個y2呢 它是少的 就是說它是一個 在分離平常化的一個現象 那麼為了去驗證這個 我們只有看出來的一個現象 然後呢 這就是說至少在第一步在質譜的這些性感上 我們是可以confirm cd3 epsilon 所以我們雅蘭靜膜端的磷酸化是一個顯著的單磷酸化 是一個顯著的單磷酸化位點 那麼好 就是說這個單磷酸化位點呢 其實是以前沒有見到過 因為同時兩個磷酸化在一條圈上面 他們一般是同時被磷酸化的 那麼於是我們就去看一下它為什麼會是這樣 在cd3 epsilon裏邊呢 其實就是有可以看到這條圈上面 然後前面有一個proteing-rich的這個domain 還有一個basic-residual-rich的domain 那麼這兩個會對它有影響嗎 然後當然我們就去開始 陳其跟這個郭文夫老師 USSD的就做了一系列的這個驗證 就各種突變 然後比方說我們突變掉了Y1 然後突變到了Y2 然後就可以看到 在跟Y2 tab裡可以看到明顯的 這個Half Time的時候 那個Y1是沒有的 然後Y2是先被磷酸化的 那麼然後就突變了之後 兩個又沒有變化 那在這個呢就是 又用這個生化的反應 就確定了這個單磷酸化的現象 然後呢我們同時還確定了這個pris 所以整個pris的motif 就是這個導致這個單磷酸化的 一個非常ecential的部分 那麼好接下來 我們就去看到的是誰 是哪一個這個這個原因 讓他變成了一個單磷酸化 然後我們又做了大量的這個 IIP的這個工作 就是用這個IPMAS去看一下 到底是誰去過了這個事情 然後我們就鋪躺下來了 這個一堆的這個 symmetry的這些 中所周知的這個kines 然後還看到了三個inhibitor 一個是HP1 是HP2 和CSK 那麼這其中的兩個呢 在經過frag 當中就發現它其實沒有變化 沒有導致它的單磷酸化 然後呢最終就鎖定了CSK 它是一個單磷酸化的 trigger trigger 那麼這個在第一部分呢 我們就是總結了 這CP3H1iP1 有一個單磷酸化的現象存在 然後它是被這個BIS PIS的motive來決定的 然後同時呢 它的這個record 它的這個導致這個東西的產生了 是record的一個inhibitor的kines 叫CSK 那麼有了這一個發現之後呢 然後其實這個故事還沒有完 然後你就這個趁其是說 要不再去看一下它有沒有更好的一個 實際應用上的一個功能 然後他就去找了另一個學生 他正好在做Cart G的project 然後他就把這個ASMRC 跟這個 常規的ZITARC 就融合在一起了 因爲 大家都知道Cart G的兩大的這個副作用 一個是Cart G release syndrome 一個是Lake of Persistence of Cart G cell 那麼組裝在一起 會是一個什麽樣子呢 然後 就發現有非常令人驚訝的一個結果 也就是說 首先它antitumor function是變得更好了 然後這個就是它的這個tumor的一個size 然後這個是它的存活率 然後這個是它的存活率 我們可以看到ASMRC的存活率 是藍色的ZETA的存活率 這個是ZETA的size 跟這個藍色的ASMRC的size 就有非常大的明顯的變化 更重要的是 它reduce了這個Cytocam production 就比較藍色跟紅色 紅色的普通的ZETA 這個是我們叫了ASMRC的 然後以及呢 產生了非常enhanced cell persistence的一個effect 也就是說它有效的細胞 一直其實是高度的就是存活 跟這個ZETA比 那麼 然後就是再去看一下 爲什麽會讓 加上了Ethelon一個單臨上化的東西之後 它有這麽神奇的這個反應呢 就找了一堆它後面的 這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這個IP的直播啊 就看到底是誰幹了這件事情 那麽最終是看到了它其實是由於這個 CD3的BIS Promo了Uregulate AKT signaling by recruiting這個Pi3k 去讓它產生了這個persistence的這個現象 那麽這個就是我們這個整篇文章 或者整個課題非常精華的部分 也就是說我們從一個方法就看到了 CD3Ethelon的單臨上化的功能 然後同時呢就發現了它通過i-10 sorry 通過i-10的這個地方 它又被CSK阻斷了一個臨上化 招募下面就讓這個cytocad production 被suppress了 然後它又通過BIS這個region 它招募了AQT PN3K 然後激活了下面MTOR的這條通路 所以就產生了這個periferation 所以呢這兩個CD3Ethelon的功能 是非常novel一個就是一個燒車 一個就是一個油門 一個就是一個油門 那麽這個就是第二個 我們的結論就是說 我們看到了這個CD3Ethelon 還有每個每條人都有自己的功能 然後呢還會self-restinct 這個signery machinery that contains both activating and inhibitory 的signery molecule 那麽也找到他們的triggers 是CSK以及P58 讓他們同時幹著一個油門和燒車的工作 那麽這個呢就是一個非常完美的這個合作 就是我們從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其實是被side check了 本來我們是想看不同的抗人刺激 它照顧了下游什麽蛋白 所以我們現在依然在合作著去看這個 然後發現一個很好的 就開發了一個很好的質譜的方法 就是絕對地面的方法 然後就以此發現了新的訊息功能 再繼續能夠希望在貢獻在臨床治療的這個上面 那麽春季好像現在正在把這個carte去進行轉化 那當然這個扣題也拿到了很多的資料大標 說中國生命科學十大重要醫學進展 以及2020年度的穩文 當然這個pulish的過程也非常欣賞 也可以寫一個story 接下來還有第二個課題吧 我們可以講一下這個蛋白質組學 是如何貢獻給基礎生命科學的 也就是講一下我們的單細胞蛋白質組 是怎麽去驗重一個 AI結合蛋白的新功能和一個配胎翻譯的研究 那麽我們大家都知道這個蛋白質組 這個蛋白質組其實更複雜 我就不在這裏搬了 那麽但是跟基因組相比呢 蛋白質組就是在冰箱下面的一大堆 都寫原因就是複雜的這個是指數上升的一個程度 然後呢 那麽隨著這個細胞 的size不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單細胞蛋白質 在我們蛋白質組領域 以上都是一個holy girl 就是沒什麽用去要去觸碰它 原因就是説 這個胎男一個細胞 它還在當中就是150個匹克 大概10到15個micrometer 那麽然後 這再往下走這些免疫細胞就更加小 包括精子細胞 這個就還目前就可能是一個根本是 不出不到的一個level 那在我們蛋白質組學的整個流程上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從樣品 所以到lc.mass的方法 和data analysis 一路一路就會丟失你的這個樣品 那所以呢 用conventional的proteinide protocol 其實做一個細胞根本就不問 這是當年用一臺orby LT2orby所做的一個老鼠的丸子 我們就在tube的方法 就只能看到那麽幾十個蛋白 這個是非常受到打擊 那也是就因為受到打擊了 所以我就覺得需要create一個很新的一個 一個一個去處理單細胞蛋白質的方式 那麽就從2014年的年底開始吧 就跟哲大的方圈老師就合作開發這個 這個微小晶片 就這個微小ED上面的一個處理的一個器 然後我們就現在已經進展到3.0和4.0的版本了 那麽這個呢是這個1.0版本發展在一般年發展在 中心化學上面 然後我們現在呃 專利正在等專利回來以後 就可以發表這個最新的版本 那麽這個這個絕對是領導國際的一個方式 那麽在我們唐佩爾目前領域裏邊 所有的這三種最最好的方法 其實那種prote是透露我們的概念啊 就那個師兄就拿了我們整個的optimization的訊息 就跑到美國去了 那麽anyway 就是咱們現在能夠見面到的是 就是實打實的一個一個healer去鑑定 而不是用這些呃這些叫busk的方式呢 我們能夠建立1000最高是2600多個protein group 呃並且是under這個direct search的 不是用match between run的search 大家如果做詞圖的應該就明白這什麽意思了 然後呢呃那麽這個方式呢目前來講 就是已經相對成熟了 那麽我們就看一下它的應用 那麽呃比较前期的一個應用呢 那麽應該還是在這個大概2.0的版本吧 我們就是跟薛昌老師一起就合作了這個課題 那麽薛老師呢他是用了他的lastic 就RNA的方式去做了 以及就去study了這個RNA binding的protein target 而我們呢就是 嗯 它在蛋白層面上 它到底是跟RA看到的東西是一樣的嗎 然後呢我們就是用我們的單身方蛋白組呢 去分析了這個 rngo2 media translation 這個repression 呃也是一個一個的薯的丸把它拎出來 一個是control group 就是rngo2 non-cour的這個mouse 那麽這個 這個 這也是一堆下降的和上調的蛋白行 這其中是他們感興趣的CALM1也是在這個上調裏面 那麽這個老薯的卵子其實還是相對比較大的 大概是在難克級別還沒到匹克級別吧 所以做出來的這個數據呢也非常的穩定 那然後呢我們就看到的這幾個現象呢 也就證實了這個單細胞蛋白組的它重要的意義 首先我們是用這個 最呃比較靈敏的這個直譜益呢 就是每一個丸子大概是 呃平均是進入了2700多個protein group 那麽這個是compare了轉路本和 rngo2結合 但是在mRNA non-cour中是沒有變化的 就是看到了這樣的一個現象 這樣的一個list 然後同時呢在non-cour軟乳細胞中呢 rngo2結合的轉路本 在蛋白水平有更 在蛋白水平上有更強的這個上調 然後呢我們甚至還預測到了這個 rngo2結合的密度和rngo2消融後 軟乳水平的變化呢是成正向管 那這兩個呃發現其實是在mRNA水平 就單細胞胞胞胞水平其實都是沒有變化的 pG都是呃沒有顯著性的 而在蛋白層面這個是0.019這個就是更加顯著 那所以可以看到這個蛋白組 就蛋細胞的層面的組跟轉路的比對 蛋白組還是有非常重要的這個角色扮演的 那麽我們首先用這個蛋白組rngo2缺失軟乳細胞 界面到17.6%的LT2來源和上調的7個蛋白 然後呢同時也證明了這個rngo2 rngo3的介導這個翻譯調控廣分存在於它的這個 軟乳細胞當中 那麽這也就是呃咱們蛋白組對於這個 這個蛋細胞轉路的一個貢獻 那第二個課題呢 是跟僑人一起合作這篇文章 正在revision當中啊就準備寄回去 那我們呃看到復仇已經跟僑人把所有的 這個人的pre-implantation embryo 就是軟乳細胞到sangal到分裂成兩細胞 四細胞八細胞一直就把bruster這7個7的單顆細胞 再拎出來做壹點蛋白質組 然後呃這個是1.0版本做的 要用現在的這個3.0版本呢可能會更加好 就是就會更加漂亮 然後我們呃到了第7個7bruster的時候 每顆細胞也就是比hella稍微大壹點點 那麽這個就是平均建立到的culting group 然後我們看到了非常明顯的變化 就是在這個乌小小狗和圖像上面這個蛋白的這個表達量很高 然後下面就是呃逐漸的下降 這個就是我們的cluster 然後呢分組的地方呢 是看到每一個蛋白核心的話 跟碗路是一樣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吻合 每個都分得很清楚就把自己侵蝕開的 那麽同時呢我們就是這個黑麥能夠看到 在每一個不同的地方 他都有自己獨特表達的這個proteum存在 然後還找到了兩個很重要的這個通路 一個是消費commitment 一個是stem cell proliferation 也就是說這個stem cell proliferation 是他們研究單細胞蛋白組在轉路上 呃看到的這樣的一個一個功能 那呃在這個結果呢目前來講就是呃 首先就是我們第一次建立到了三千多個 這個呃單個的呃蛋白在人軟的發發展的期裏邊 然後同時呢我們也看到了兩個不同的這個重要的這個時間段 一個是mine cycle protein activation 那麽最後呢這個前面講的都是我們直譜怎麼應用在基礎生命科學 然後最後再講一下用這個生物定量的體驗組學和COVID來講一下 如何在臨場樣本上的一個 那麽在臨場樣本上我們的蛋白質組學要應用在臨場樣本上呢 就像剛剛陸名講的都是來自於便利的樣品的話 那最最重要的就是一個高度指控的蛋白質組學的數據 就是你一定要保證你自己的蛋白質組的是能夠被重複 而且是穩定可靠 而且定量是非常準的 那麽啊 那麽在做所有的臨場樣本的時候 我們的實驗室就致力如何去把一套蛋白質組學的方法 給他做到最好 那麽這個是去年的一個測評 我們就拿到了榜首用了一台 呃相對差一點的一切也能夠見到非常好的這個這個結果 那麽就說明這個路 說明這個 數據的重要性 那同時呢 在整個新冠的課題裏面我們一共發表了 呃其實是四篇文章 這三個文章呢是用的是對內 還有一個就是看到了這個 呃這個糖計劃的那個spy protein 放在小Winster上 那整個的這個第一個拿到的對列呢 其實是當時我們做的是量組學 這個就是臨床樣品的實驗力 在講 那我只想顯示一下 如何去實現一個高質量的深度附帶的定量數據 呃是我們臨床樣品結果可靠的關鍵 比方說我們是會保證 微子庫的96%的呃利用率 我們同時保證有效梯度 90分鐘會有80分鐘是大於80分鐘是有效 同時我們會保證 以期的穩定性 比方說這個理論經驗的安認值幾乎是一致的 再有就是保證這個定量的準確性 叫我們是智力一級和二級的普通 一共都取到七個數據點 那麼有了這樣的一個指控啊 同時還有我們會保證吸力 小於20% 那麼這個是非常呃在臨床樣品中是一個 就把這個standard bus算得比較high 那也就是說我們的這套數據做出來 我們每個血藥呢是能夠建立到3500的蛋白 而每個尿樣在新冠的這個數據當中 是建立到了4000多個蛋白 那麼這個是被評論的也好 就企經評論的一種電量覆蓋 深度最高的一個方式 那麼有了這樣的一套呃方法呢 才能夠對於 那麽這個是當時我們這篇 那你先看到的這個 新冠定人它是所有的蛋白下調的 有這數量是10倍上調的數量 這些是正常人啊 所謂健康人 這些是那個其他的肺炎 就非新冠的肺炎 然後我們就看到它的被炎 終於是被免疫反應啊 這些呃多條通路被破壞 都集中在免疫相關的肺炎 緊密連接相關和大規模的代謝的失調 那麽 這個是看不看它如何被下調 然後這個就是把當 呃其中的一個 因爲我們這一次就是第一批 拿到的數量是非常少的 然後呢就裁那麽十幾粒 但由於這個數據的質量實在是太大了 比方說我們在這十幾粒里邊混起來的話 你能看到全部下調 但是我們把它們跟輕震運作用再分開的話 我們依然都看到 在這個不同的同樣的這個通路裏邊 重重其實是變紅了的 那麽也就是說在疾病後期 他的免疫是被激活的 那麽當時 這根呃在這個呃 在這個呃mc上面呢 是獲得了一個非常talk fifty week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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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結果吧 然後我們還同時提出了two stage 走過去 因爲為什麼這個two stage非常重要呢 因爲這個發表這個文章的時候 呃其實還在看 cardi 那個病人 strategies 就是歴制免疫的一些藥 因爲大家都在談論的是因爲因因爲因子風暴 就是得新冠就會有免疫因子風暴 其實是不是的 因為一開始免疫疾是抑制的 那麼在後來呢 就是說非常重要的是對這個選擇正確的治療方法 那麼在後來我們用我們的深度prosma protein 就講我們剛剛能夠建立到3000多個血量的時候 我們就做了這個無重裝期和這個恢復期 恢復期包括10天6月12月 看看它到底是什麼一個情況 那麼我們就發現這個恢復期 不管你恢復了6個月還是1年 不管你之前是輕鬆還是重症 這個免疫一直是一直被持續的 然後呢在無重裝期的時候呢 這個我們相同的這些通路 我們全都比對的是同樣的這個方法 就跟你沒有相關的 哎這些分子其實就是紅色的 就是前面這個綠色的比 跟後面這個紅色的比 那麼免疫其實在一開始的時候 是從一定程度的激活 到了有症狀的時候 它才被抑制 那麼到底是誰在幹這事呢 然後我們就把它們給拎出來 損失了一下 這邊就是看到我們無症狀感染 到了發病的時候 就這些上調 趴的就全變下調了 但是你肯配無症狀 跟非新冠的肺炎 其實他們上調的就這個pattern是一樣的 所以就是 就是說該上調的還是上調 那麼然後為什麼會 新冠會是這樣的一個反的呢 然後我們就找到了跟它相關的一些 就是學習白細胞中心的細胞和細胞因子刺激的細胞介導 導致了它的這個有激活向抑制的一個轉變 那麼我們就compare了就pattern出這樣的一個圖 也就是說 當你得到新冠的時候一開始 它失眠 一定有一點激活就是你其實是有反應的在無症狀的時候 等到它致病的時候呢就在這個 就剛剛這三個東西的影響底下呢 它其實就被抑制掉了一直到了你康復一年 它依然是抑制的 然後到了重症期的這個免疫因子風暴的話 那個就是大波羅摩的器官壞死而產生的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我們看到兩條非常重要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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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一個是膽怒醇代謝 也就是心肌功能 那麼在開始的時候被破壞到一年是依然無法恢復的 就是這整個 膽怒醇代謝核心肌功能 那麼這個跟我們後來跟幾位臨床的醫生聊 其實是跟他們看到的臨床的指針是非常的吻合 然後我們就把這些 大波羅摩酸代謝的相關marker就領出來了 可以看到這些就非常非常高的這個 significance的變化 以及心肌功能的一些marker領出來 去 呃經過了一些 呃驗證的垂打 包括prm的驗證 同時 再加上了以來小的驗證 就看到底哪一些最功能在臨床上被用 那麼呃 然後就經過這樣的幾個文章呢 我們就發現 無症狀 當然就是有免疫激活走向抑制 然後出現過兩個階段 同時呢 在這個短過程的轉運 從一開始的初級階段就 就被破壞掉 一直貫穿整個過程 這也就是很多新冠他 因後不良的其中一個因素吧 然後當然呃 由於這個病毒的突變 但我們其實還是沒有看到 真正搞清楚上面這個秘密 然後需要用更多的手段去幹這個事情 那麽這個是要感謝CDC的一個合作 那呃超時 整體來講呢 我就是介紹了一下咱們直譜 能夠幹什麽 就是我們直譜能夠做很好的這個Figure 8 就是輔助驗證的工作 同時也能做很好的0到1的創新一個Figure 1 那麽這個就是呃其實我們的大門組學 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融入之前面的這些數據非常的可靠 也就是說咱們現在能夠得到的這些 把點的數據庫 因爲大家都可以拿來做後續的驗證 和繼續挖掘他們的功能 這也就是說我們大門組學所provide的 一套可靠可重複高質量的定量 都是非常好的vessos 給大家就後續去分析和合理 啊這個就講到這裏了 謝謝大家 謝謝黃老師的精彩報告 呃時間關於我們提一個簡短的問題好嗎 有沒有同學老師有問題我們提一個問題 好那個尹老師有一個問題 Catherine 非常精彩的工作 呃有一個非常那個 就是簡單的問題 你們那個單細胞代謝組 你覺得就說你們能夠就是 建立到這麼多蛋白最關鍵的是什麼 是前面的那個樣本 呃前處理還是後面檢測方面的突破 有0到1的 有聽到問題嗎 Catherine 就是 聽不到啊 呃你那個單細胞蛋白這組就是 你覺得技術的關鍵在哪裡 對吧 就是你為什麼建立到比別人多的蛋白可以 哦 呃 呃 對 原因是 別的同胞們 呃不同胞 別的那個行家們 他們是在從 從 一開始是先從 直譜的 TNT的手段入手的 就是 scope 他們是 呃先 產生就 我沒在這裡指令講哈 就是Nicolai的scope 他是先 把TNT用一個 booster的概念 這個是一個 普提拉美的方法 而我呢 就是從一開始就是先想著 怎麼樣讓這個蛋白 整個流程當中不要損失 就從第一步開始去想了 所以當你前面你要幹一些事情 總共是先從上游開始做起嘛 就只先從上游開始optimize開始嘛 然後如果你前面都一路loss的話 你TNT再booster 其實也還是會有他的limitation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做的 比他們要好的原因 而且TNT他會有一個limit的effect 我就不在這裡細聊了 因為時間關係 下次如果有機會可以再跟大家 探討這個課題 好 Catherine 我是主持人 我還有權力再問一個問題 然後我想問一下 你那個 就暖細胞發譯這個 單細胞 蛋白質組學 就每個階段要測多少個細胞 然後每個階段 比如說 分析的時長大概是多少 能介紹一下嗎 哪一個就是因為這個人很難拿到嘛 我們前前後後大概測了六七十個細胞 就一個一個這麼測 那它不同的7就會有不同的這個size 然後大一點的7的那些size呢 就前面的那個7呢就是測的少一點 然後後面那個細胞 比方說八細胞 那它每一個分面就變成很小了 那個就會測的多一點 嗯 嗯 用時那是 現在是九十分鐘吧 就現在我們OK 那四個新的校已經是到九十分鐘就可以走完一個 謝謝 那我們今天要到今天這一場的第三位講者 第三位講者是來自於上海師範大學的戴少君教授 然後呃 戴老師的報告 戴老師研究的興趣呢 和前面兩個老師呢不太一樣 戴老師是那個做植物蛋白質組學的 也是我們國家做這個植物蛋白質組學的領軍人物 然後戴老師同時也繼承了那個東北人的幽默 經常自嘲自己是植物人 然後呃 戴老師並且留給我的印象 他也是一個非常有文采的有情懷的這樣一個科學家 所以我相信他的報告今天一定非常精彩 有請 好 感謝耀陽的介紹啊 呃非常高興 呃有機會在這裡跟大家交流 呃 那我就科普一下吧 我因為我 麻煩您播一下PPT 呃前面黃老師做的太精彩了是吧 無論從這個植譜的方法上還是從呃案例上是吧 都做了非常深入的工作 那麼實際上在植物學里呢從蛋白質組的方法上是相似的 一樣的但是實際上做起來植物學的工作就難度很大 是吧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呃我們課題組相關的工作 呃 好 那麼 其實呢 呃有一個這樣的說法就是到 到2030年我們國家將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啊 時間很快就上9年了 那麼到2030年 全球的耕地 也會有50%變成鹽鹼地 這個並不是危言聳聽 那麼我們國家在東北 大家看那個土地鹽鹼化是非常嚴重的 呃 到現在黑龍江省的鹽鹼化耕地的面積已經有大約200萬公頃 那麼呃 而且呢在逐年的增加 這就由於自然原因或者是灌溉都會造成鹽鹼地的增加 我想問個問題 我們上海有鹽鹼嗎 很多同學不知道 我們上海有鹽鹼地 這種鹽鹼地就是海濱的灘土 那麼由於海水倒灌 導致靠 包括我們學校在鳳賢校區那塊 那麼就土壤鹽鹼化也很嚴重 所以導致土壤鹽鹼化的原因有很多 我不詳細說了 總之呢這種鹽鹼化呢會給我們 畜物業的生產給我們糧食生產和生產安全 都造成了很大的威脅 上午的時候我們說要 總書記提出來了 要把飯碗端在自己的手裡是吧 中國的碗裡面應該裝著中國的糧 那麼實際上 這種自然界的危害鹽鹼化呀 包括其他正金屬污染 對我們糧食生產都有很大的威脅 那麼植物 麻煩您幫我翻吧 那麼能在鹽鹼地裏長的植物呢 其實跟整體的植物類取植物界來講 比呢並不是很多 那麼我們其實在東美呢 找到了一些在鹽鹼地裏能生長的植物 包括在松蔓平原我們設了很多點 其中有一種植物呢就叫小花鹼毛 它有個俗名叫新青草 那麼大家看這是鹼斑 這個圖裡面不是雪 是鹼斑 這個鹼毛呢就能在鹽鹼地裏生長 所以它的耐鹼鹼性是很強的 我們測過它能耐600毫米的氯化鈉 和150毫米的碳損鈉 那麼為什麼它能夠有這麼強的耐鹼鹼性 或者是如何開發這些鹽鹼地裏面的植物資源 對於修復鹽鹼地 對於這些耐鹼鹼基因的有效利用 在我們糧食生產中的利用 都是一項非常有重要意義的事情 早期呢我們做過 包括我前面的一些前輩們 做過很多生理生態學的研究 那麼也發現呢這種 新青草它在耐鹼鹼的過程中呢 進化出一系列的生理生態學機制 那麼也克隆到了一些鹽鹼化相關的基因 但是呢那個時候沒有基因組 所以很多工作很難開展 去年我們把新青草 就是小花鹼毛的全基因組進行了測序 我們課題組文章發表了一個月之後呢 另外一個課題組的文章也發表了 那麼我們兩個文章合在一起呢 實際上為認識這個這種草啊 這種木草的基因組呢提供了很好的信息 是吧 剛才耀陽說了 我也喜歡寫詩 當時我也高興也寫了一首詩是吧 春風曬意 植樹芒幾度減地茅草黃 十年漂泊五組類 一篇博文測序長 這個也把所有作者的名字 中文的名字或者名字的部首都藏在這首詩裡 不是科學問題少說是吧 那麼這個我們通過全基因組計劃的分析 那麼發現了這個新青草是河本科 早數和雅科的一個鼠 是吧 這個減毛鼠的一個種 那麼發現了他的全基因組複製事件 那麼和早數和雅科的其他物種都是很相近的 他的基因的加速的擴張的過程中呢 很多基因都是可能擋著大家了 都是參與S-BOX LRR這些 結合的一些蛋白的編滿基因 這暗示上他可能有較強的抗命能力 也包括抗炎鹼的能力 那麼實際上植物在抗炎鹼的過程中 這個是非常複雜的一件事情 以前大家都用模式植物擬南界 就相當於我們前面提到的小鼠 叫膜這些動物或者其他的模式生物 那麼在對於尼南界的研究呢 人們已經發現有個sauce系統可能在起作用 另外呢這個雞酶的激連放大系統在起作用 那麼還有一個呢最近剛剛發現的一個 這個細胞膜表面一個類受體雞酶可能在起作用 那麼實際上對很多具體的科學問題是不清楚的 我們在完成細胞草這個基因乳測試的同時呢 也對它的蛋白質組也對它的轉路組進行了分析 那麼發現一系列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以前報導的在植物抗病相關的信號通路中的很多基因 在研解應答過程中也出現了共表達的現象 大家看紅的是上升出現了這樣的通路 那麼是不是這樣的一個抗病相關的通路也在研解過程中起作用 這是一個很好的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那麼我們總結了這其中一個非常有名的基因 就Fronia 我們翻譯出來它叫女神基因 那麼實際上它是從內側網合成之後這個蛋白和它的伴侶LG 那麼通過高耳機體然後通過磨泡運輸定位到紙磨上 它在紙磨上 那麼通過引起下游小肌蛋白等一系列信號通路呢 人們已經報導了它調控花粉管的接受植物的根的發生和根毛的發生 尤其報導多的呢就是在植物抗病的過程中 抗外沿邊緣檢的過程中 那麼會引起ROS的變化 引起植物的抗病反應 偶爾有幾個篇報導 報導了它可能是參與了研應答 那麼可能是通過和細胞B相關聯 感受細胞B裡的Pactin的變化 和Lalix一個細胞B蛋白的變化來參與研應答的過程 那麼實際上這裡有很多未知的事情 那麼FRONIA和LG1的相互作用到底是加了什麼關係 有人報導FRONIA可以從膀上掉下來進入的細胞脂 它的命運是什麼 那麼在研應答的過程中起什麼作用 這都是很好的值得研究的問題 那麼19年青凡大學柴老師團隊就解析了FRONIA和他的伴侶LG2 以及他的配體RAF一個小鈦 這樣的一個結晶 緊接著2000年在Pinus一篇文章又發現 二流腱就是RAF的二流腱 在這個三者形成模塊的過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那麼我們實驗室一個碩士生也總結了 無論是在花粉管的生長 在根的生長 還是在研應答 還是在免疫過程中 那麼通過RAF、LG和FR 形成這個分子模塊 調節細胞內或者細胞臂周圍活性氧的生成 這樣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那麼是不是蛋白質的氧化還原 在這裡起了調控的作用 我們就發現呢 這個伴侶啊 FRONIA這個伴侶叫LG 他有八個非常保守的半光原酸位點 那麼能形成四周二流腱 那麼是不是這個二流腱的形成和打開 對這個蛋白的結構有影響 是吧 從而影響了FRONIA的定位 影響了他的演應答響應 那麼這個模塊是否參與演應答 那麼氧化還原起到什麼作用 如何從組學的層面給一些證據 我們開展了一個起步性的工作 組學的意義我就不太強調了 前面講的很多了是吧 那麼我們實際上 實際上植物的組學 上午我提到了一句 在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全世界 發展的是相對慢的 人類的各種蛋白組的數據庫 已經很全面了 那麼包括我們國家也引領了這方面 但是植物裡面只有 目前只有擬南界有全埔 這個磨石植物 去年發表了一個 慕尼黑工業大學發表了一個全埔 那麼在08年 十幾年前 那麼有一個初步的工作 去年也發表了幾種植物的 蛋白質互作的一個簡單的圖譜發到效果上 但是這對於解析植物的發育和 匿急應答方面是微不足道的 最近呢 剛才包括黃老師也講了 叫單細胞組學 黃老師做了很好的工作 其實在植物裡面開展起來是非常困難的 一個很簡單的原因就是 很難得到一個有理的細胞 所以目前就是我們總結了一個 植物單細胞組學的一個工作 那麼只有保衛細胞 腺毛 就植物表皮的那個毛 還有花粉和卵根毛 只有這幾個細胞做過 單細胞組學的工作 但嚴格意義上講 它也不是single cell polyomics 而是single cell type 它不是一個單個的細胞 而是一類細胞做的組學 那麼我們做過一些 這個Gasel和Pollen的一些工作 那麼確實它能夠跟我們做組織器官相比 能夠提供一些更豐富的信息 那麼這是我們實驗室呢 一直是圍繞著植物 利用蛋白質組學的策略 圍繞著植物的發育和抗膩 過程開展一些工作 那麼有些也作為封面故事發表過 回到我們剛才的科學問題 在沒有基因組的條件下 我們利用蛋白質組學 通過跨一種的匹配 開展了一些新鮮草鹽硬達的 蛋白質組學工作 包括應答中性炎 濾化鈉 那麼碱性炎 碳酸鈉 碱酸青鈉等等 那麼也包括它的 培性育傷組織 是如何應答嚴解脅迫的 那麼我們通過組學的結果 也回答了一些以前 模糊的認識 比如說實際上這個新鮮草 是典型的碳酸植物 它並沒有碳4的結構 它裡面的PBDK是參與次生代謝的 而不是參與碳4活動的 它的更多的耐炎鹼的活動 能力是通過次生代謝調節和滲透調節 以及獨特的清除活性氧的功能來實現的 那麼我們通過利用ITRACK標記和二甲級標記 當然跟國內很多單位合作 建立了它的葉片和葉粒體裡面一些 磷酸化的蛋白 那麼並且找到了56個新的磷酸化的鈦 那麼這些鈦是以前從來沒有報道過的小鹽的墮胎 那麼這些鈦酸化的 可逆磷酸化應該對它的液體的功能 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們也利用這個藍細菌 今天上午也講了 陳老師陳院士也講了 那麼藍藻就是這個 植物把藍藻吞噬進去變成了這個葉粒體 那麼實際上我們證明葉粒體的功能 就可以用藍藻系統 我們也驗證了我們祖學找到的蛋白質 當它過表達之後 這個藍藻的耐炎鹼能力確實是增強了 那麼這樣的話我們做了一系列的煤活的實驗 那麼也做了它的轉路組的分析 那麼這樣的話我們就繪製了一個 新草葉片和葉粒體 在應答鹽鹼鞋迫時候的一個全息的圖譜 大家看裡面這一圈是葉粒體 外面吃整個細胞 那麼在葉粒體的光合作用 和其他一些葉粒素合成代謝過程中 那麼在細胞裡面和葉粒體裡面的 繞似穩態的過程中 包括線粒體能量供應的過程中 那麼可逆磷酸化和蛋白質風度的變化 都起了重要的調節作用 那麼把這個圖解析開呢 就能解析一下幾個問題 第一個呢就是光合作用的狀態轉換 大家都知道光合作用是人類 是吧 獲得光能變成這個把暗化碳 碳固定下來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活動 那麼光系統一和系統二的狀態轉換 受到了零層化的調控 那麼環式電的傳遞 能量傳遞的過程中 在鹽硬達的過程中也受到了零層化的調控 那麼尤其是它的熱耗散 當過量的光進來的時候 鹽血坡來了 那麼它的代謝活動會降低 如果還是過量的光照 它會造成傷害 那麼實際上很多植物 在硬達逆境的時候傷害是自己造成的 那麼新唐有很強的熱耗散的能力 避免過量的傷害 那麼另外一個呢就是 它的光系統二的修復的功能 光系統二的符合體是在不停的 合成降減量修復 那麼新唐通過STN7和8 以及D1蛋白的可逆零層化 能加強了它的光系統二的修復 那麼還有呢就是光系統一 在和ATPA配合的過程中 能量傳遞的過程中 也是受到了很多蛋白質的可逆零層化的調控 那麼還有一個就是 液體在植物細胞內 它不是固定不動的 它可以受到環境的影響在運動 那麼我們發現 威林 Curt1A 這些蛋白質的風度 或者零層化的變化 就非常巧妙的調控了液體的運動 從而避免額外的這個傷害 那麼尤其有意思的是 我們發現在液體裡面這個ROS穩泰 就是如何清除過量的氧這個ROS 擔心它養過氧化氫這些ROS 那麼和細胞質理的清除策略 雖然沒系統差不多 但是他們的清除策略是不一樣的 我想這樣的東西只有用組學才能Catch到 因為你如果一個基因一個基因做 你是看不到這個全景的 他們系統是不一樣的 那麼實際上是相後配合來完成的 另外一個方面 就是核基因編滿的蛋白和 液體基因編滿的蛋白 包括核基因編滿的蛋白 運動液體裡 在鹽硬達的過程中 也是相互配合的一套系統 所以通過這個組學策略 我們就發現 這種剪毛在應對 碳氛納脅迫的過程中 以蛋白質翻譯後修飾 尤其是磷酸化 可逆磷酸化修飾為核心 那麼調控了一系列的 液體裡面的代謝過程 其中呢 一個很有意思的是 就是蛋白質的氧化還原 那麼 老師們都知道 這個液體是產生 ROS的一個最主要的細胞器 在動物裡是線粒體 那麼植物裡呢 是液體和線粒體 同時可以產生ROS 那麼ROS既可以作為性化分子 也可以做 也可以損壞細胞 所以如果ROS被 被還原回去 那它是個可逆的過程 如果一直被氧化掉 那麼這個蛋白質 受到ROS氧化呢 就會失去功能 所以液體裡應該存在著 一系列的 ROS穩胎的調控 但實際上在 在對植物的研究中呢 那這方面是非常缺乏的 我們總結了一下 只有幾個物種被研究過 而且呢 涉及到的代謝過程也很少 也很少有定量的研究 都是一些定性的報道 那麼我們總結在液體裡面 就這些標顏色的蛋白 包括光系統二 光系統一 電子傳遞 卡爾文循環 以及呢 他ROS清除的這些酶 得到了一些報道 但是真正有 半光酸未點報道的蛋白 是非常少的 那麼這是液體裡邊 代謝活動 以卡爾文循環為中心 那麼一系列代謝活動 也有一些煤被報道 那麼 今年剛剛發的篇文章 是華中農大的 郭亮老師的課題組 他就用了一個TMT的標記 檢測了油測裡面 在用達鹽血過程中 73種蛋白質 和236個未點的 亞黃鮮化的修飾的變化 那麼這些變化 多數集中的一些高風度的蛋白 那麼包括光合作用的蛋白 我講到的 也包括糖代謝的一些蛋白 那麼 之所以這些報道少的原因呢 就是一個很很關鍵的問題 大家都清楚 目前很少有技術 能夠同時定量蛋白質的風度 和它的半光酸氧化還原的狀態 這樣的話我們檢測到的修飾 到底是由於修飾造成的呢 還是由於蛋白質風度造成的 修飾的多和少 所以呢我們就把兩個公司的標籤 啊 這前面有很多這個這個組學的 這個組學的這個標記的方法的 的演變 那麼實際上開始是 是一個凝膠基凝膠的 這個都是定性的 那麼 包括大家知道的ICAT 包括通過生素標記 那麼這個也很難精確的定量 那麼我們就實際上把H2的標籤 和SERMO的一個L2TMD標籤 聯合在一起使用 那麼設計了一個 既能夠定量蛋白質多態的風度 又能夠同時看到它這個 多態上的半光酸 是處於氧化態還是還原態 所以這樣的話 我們就能精確的檢測到 這個蛋白質氧化還原的水平 我們利用這樣的方法呢 做了新鮮草葉片和根的風度的變化 把蛋白質風度的變化和氧化還原的變化 這是葉片的 這是根的 風度 那麼這是氧化還原的變化 我們就可以看到在0.5小時的時候呢 它受到一定氧 這是葉片的氧化還原 氧化還原差不多 那麼 在看根的呢 多數處於還原態 這就是它有抗性的 其實一個根本的原因 它並沒有受到很強的破壞 而在6小時的時候 時間長了 一些蛋白質 逐漸的被氧化 那麼 我們通過建模 以有的模型來模擬呢 也能看到這個氧化還原的位點 是處在 是不是可以形成二流件 是不是處在它的 這個光能結構域裡面 那麼通過這些分析呢 我們回到它的代謝通路上 就發現 系統二也好 系統一也好 那麼電子傳遞也好 一些蛋白都受到了氧化還原的調控 尤其是在磨泡運輸的過程中 那麼 從 內脂網到高耳機體 到 細胞膜 像外運的過程 或者從 細胞膜 返回來 通過內吞 到內體 這樣內運的過程 以及細胞膜上很多的離子通道 都受到了氧化還原的調控 半個胺酸的氧化還原狀態 在鹽碱血破的時候都發生了變化 我非常幸運的是 我們也看到了 剛才我提到那個分子伴侶LG1 它的半個胺酸被氧化了 是吧 那麼我們就把這個蛋白 我講它有八個半個胺酸位點 那麼實際上其中一個的氧化水平增加了 在鹽血破的時候 那麼我們通過劍膜呢 把這個3D結果看了 如果把這個點凸之後 它就不能夠形成二流劍 而且跟Fronia的相互作用的水平會改變 並不是不互作 而是水平有變化 那麼我們拿到了 這個我們又把它做了定位 它確實在指模和核周圍定位 那麼而且呢 確實在根裏面 在硬拿鹽血破的這個這個基因 或者這個蛋白的表達量 都發生了變化 我們拿到了這個米南界的突變體 因為新草沒有 那時候還沒有遺傳轉化體系 我們發現這個基因突變了 它就會更加對鹽敏感 而過表達的時候呢 是對鹽有一定的抗性 所以我們又把這個做了一些遺傳材料 其實這個 因為這個牧草的這個遺傳轉化相對有難度 我們建了這個遺傳轉化系統 目前也正在構建一些 和這幾個基因相關的遺傳材料 那麼通過遺傳學的手段 來進一步研究這個基因的功能 時間關於就講到這吧 好 謝謝大家 看在座的同學老師有沒有問題 可以和戴老師交流 那由於時間關係 那我們今天就把時間留給你 好好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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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感謝戴老師的精彩報告 然後今天最後一個報告是 是我來給大家介紹我們近期的一個工作 然後對我介紹一下我自己 然後可以開始放PPT了 這個不是第一頁 我這邊可以翻頁嗎 這個可以的是吧 這個也不是第一頁 好我叫張耀陽 我來自於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 然後我們有一個獨立的研究中心 叫生物與化學交叉研究中心 它在上海浦東張江這個區域 然後我們是想用生物與化學的方法 然後來對一些疾病相關的 這樣一些機制也好 或者是化學根源的手段也好 做一些研究 然後我自己的課題組呢 是一個基於質譜的蛋白質組課題組 然後我們可能也會用到 多維的蛋白質組學的不同的策略 來對人類疾病相關的這個組學方面的機制 或者是化學蛋白質組學的策略 去研究化學和蛋白質之間的相互作用 今天給大家匯報的題目呢 是一個老藥新的藥物把標發現 及作用機制研究 這其中呢就牽扯到 可能不同的蛋白質組學策略 然後我們為什麼關心藥物把標 這裡給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傳統上我們做藥物研發 或者發現的時候 是一個target base的這樣的策略 我們有了一個成熟的把標 然後我們根據這個成熟的把標 我們可以去篩小分子 篩到小分子之後 我們可以對這個小分子 進行一定的優化 還有一種策略呢 叫Phenotype based的策略 也就是說我不太清楚這個把標 這個小分子作用於哪個把標 這在天然產物或者在中藥裡面 非常常用 就是說我們拿到一個天然產物 我們知道它有一定的 比如抗准的活性 但是我們並不知道 它的作用機制是什麼 這個時候我們就需要用上面這個策略 然後我們就想知道它的把標是什麼 然後另外一方面 就是說在我們上市的藥物 或者已經成熟的這個小分子裡面 有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它有一定的副作用 或者它有一定的新的適應症 也就是今天我要給大家介紹的這個老藥新用 那它是不是還是傳統的已知的這個把標 還是有新的把標 這個都需要我們研究 所以對小分子蛋白質把標研究呢 可以幫助我們解釋很多事情 然後這裡面呢 我簡單介紹兩個比較常用的策略 一個策略是基於這個基於活性的activity based 這樣一個策略 就是左邊這個策略 就是你需要對這個化學小分子 你把它設計成一個探針 這個探針具有一個功能 它或者是可以連上belting 你可以去進行鋪檔 然後再用質譜去檢測 或者你可以連上螢光素 然後再去跑焦 你可以看到它 然後利用這個策略呢 我們要求呢 我們可以對這個 你原來想研究的這個化合物呢 進行一定的化學方面的改造 但是我覺得這個方法可能是 比較靈敏一點 另外一個也是這兩年比較常用的 基於熱穩定的這樣一個策略 熱穩定就是說 小分子和蛋白質相互結合 相互作用之後呢 它可以穩定這個蛋白質的熱穩定性 當你對這個蛋白質進行升溫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小分子去保護它 它很快就沉澱掉了 因為它就變性了 但是如果有這個小分子去保護它呢 它就不會沉澱掉 這就是這兩個策略的 基本的一個原理 第二種策略呢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不需要對這個小分子 進行改造的 我可以用一個native compound 如果你這個實驗室 不具備這個chemistry相關的一些背景呢 這是一個很好的策略 然後今天我給大家 我們在研究的 或者我給大家舉的這個例子呢 實際上是一個非常有名的 這樣一個分子 這個分子呢 就是雷帕雷素 這樣一個大患内止的 這樣一個分子 它很早呢 是人們從這種 局裡面最早發現的 然後 1999年的時候呢 美國的FDA 把它批准作為一種免疫抑制劑 然後 它之所以著名的 是因為它的把標也特別著名 它在體內已知的把標呢 就是可能做生物的同學都知道 哪怕你對生物不是很熟悉也知道 它是MTOR TOR這個基因 TOR就是target of repomycin 然後TOR這個基因呢 在生物體內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它 調控它是屬於一個HUB基因 然後它調控著很多很基礎的 或者很核心的 這樣一些功能 然後控制細胞的生長與增值 然後這就是我們的這個研究的對象 這個雷帕雷素 然後雷帕雷素呢 它最早是作為免疫之劑 但是近些年呢 實際大家了解科研進展的可能會知道 雷帕雷素現在是一種神藥 它在各個裡面都會有作用 就是在神經推行性疾病裡面 特別是在衰老的研究當中 大家都發現雷帕雷素抗衰老很有用 現在美國已經有公司在做實驗 就是說給寵物吃這個雷帕雷素 讓你的寵物活的時間更久 然後它有這麼多這麼多的功效 然後我們就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它有這麼多的功效 是不是通過TORMTOR 這一個把點實現了呢 它還是由於它在體內 有更多的其他的一個把點 所以呢我們呃 從這個問題出發呢 我們就想去研究 雷帕雷素的一個把標組學 然後利用把標組學呢 我們設計的一個策略呢 就是一個合成探針的這樣一個策略 這裡面就是黑色的部分呢 就是雷帕雷素原來的結構 然後紅色的部分 就是我們加上去的一個結構 這裡面有兩個比較關鍵的觀眾團 一個是這個缺基這個觀眾團 這個缺基觀眾團 可以發生CADCountry 然後之後呢 你可以連上Belting這樣的集團 去把這個雷帕雷素相互作用的東西 給鋪盪下來 然後另外一個呢 還有一個雙牙丙定 這樣一個三角形的這樣一個結構 這個結構呢 它具有一定的光膠鏈火星 也就是說雷帕雷素正常情況下 和底屋的相互作用呢 是一種非共駕的這種相互作用 它是一種不穩定的 我們是沒有辦法通過這個探針 把這個相互作用底屋給鋪盪下來了 但是如果加上這個光膠鏈集團 通過光照呢 可以讓它和底屋之間呢 形成一個共駕鍵 形成共駕鍵之後 我們再在這個Clickable 這個缺姬這個地方 加上Belting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蛋白質 相互作用的蛋白質給鋪盪下來 然後合成了這個生物探針之後呢 我們第一步就是要驗證這個探針 和原來的雷帕雷素 有相同的生物學活性 然後首先我們在兩個不同的細胞系 用不同的濃度 trade不同的時間了 然後去看 然後我們發現了雷帕雷素呢 和這個雷帕雷素的探針呢 是有相似的抑制細胞增值的 這樣一個活性 然後接下來呢 那我們又去看了 因為雷帕雷素已知的靶點呢 就是這個MTOR 我們就去看這個MTOR signal pathway上 一些比較關鍵的蛋白呢 是不是可以被我們這個探針抑制 然後我們可以發現了雷帕雷素 可以 雷帕雷素和雷帕雷素的這個探針呢 可以抑制MTOR上所有signal pathway 關鍵的蛋白的一些磷酸化 然後它已知的一個靶標 體內靶標呢就是FKBP12 然後我們就去在293裡面 去表達FKBP12呢 發現雷帕雷素探針呢 可以把這個蛋白給鋪盪下來 並且如果我們加入雷帕雷素 作為一種競爭劑呢 這種鋪盪效果 這效果作用結果 是被抑制掉的 這就證明了雷帕雷素的探針 我們雷帕雷素的探針呢 是一個功能型的雷帕雷素探針 就是它可以和雷帕雷素有相似的作用 然後我們在不同的細胞系裡面呢 我們去用這個探針呢 然後再標記上這個羅丹銘 這樣一個螢光染料呢 去看它是不是能標記上蛋白 我們可以看到 在不同的細胞系裡面 它都可以標記上蛋白 並且隨著你雷帕雷素加入 這種標記的蛋白的量呢 是有所降低的 然後我們就設計了這樣一個 比較經典的叫化學蛋白質組學的 這樣一個策略 我們用探針組 還有探針加上競爭 加上競爭的這一組 然後一共有三組 一個Triple Salad的策略 就剛才那樣去做光膠鏈 然後去做鋪盪 然後再去做定量蛋白質組 然後經過這一系列分析之後呢 我們拿到R-10013個 我們覺得是一個高可信度的 覺得是和雷帕雷素有相互作用的蛋白 這裡面呢其中包括MTOR這個蛋白 還有FKB12蛋白 這都是它已知的 然後我想我們 對這些蛋白進行一定功能分析呢 發現它們具有一定的 比較重要的生物學功能 其中我們比較感興趣的是轉入因子 因為轉入因子 傳統上認為是不可靶向的 是不可不可成要的一部分蛋白 在這裡面呢 我們發現了很多轉入因子 然後我們繼續對這些蛋白進行分析呢 我們發現這些把標蛋白呢 很多都是膜蛋白 並且他們的功能呢 在腫瘤裡面發揮了重要的功能 這實際上和最近報導的這個 雷帕雷素可以抑制腫瘤 或者抗癌這樣一個功效呢 也是比較一致比較吻合的 然後如果我們去比較雷帕雷素 還有還有RSP0的炭針呢 我們可以發現雷帕雷素的炭針呢 它更容易拉下來的是這一類 在 protein complex形成的這一部分蛋白 然後這裡面有很多 比較重要的protein complex 除了MTOR的complex之外呢 我們還發現了State3這個complex 並且State3這個complex呢 是非常和其他這些重要的這些complex呢 是存在一些相互作用的 然後State3是什麼 State3就是一個轉入因子 所以剛才的一系列 一系列數據呢 都提示我們State3可能是一個好的candid 那我們到底要不要去驗證它 首先我們去看我們原始的植譜數據 在植譜數據裡面呢 State3我們有38倍的一個變化 就是在實驗組和對照組 並且定量的定量到多態呢 17條多態非常多 然後每一個定量的數據呢 都是非常漂亮 所以我們起碼從植譜數據上 我們覺得State3是一個非常值得 繼續往下做的這樣一個把標 然後State3是什麼 State3是一個轉入因子 但是它在腫瘤裡面是高表達的 並且在很多腫瘤裡面都是普遍高表達 但是迄今為止沒有一個臨床的藥物 可以成功的靶向它 雖然人們做了很多努力 就是因為他覺得它是一個undraggable的 他傳統的一個比較經典的signal pathway呢 是他接收包外信號之後呢 他可以激活這個JK這個基酶 這個JK基酶呢 可以去磷酸化State3 磷酸化State3會二 State3可以進入細胞核 進入細胞核之後 他調節一系列基因的 一系列基因的表達 也就是說 State3的活化呢 包括磷酸化二極化和入核這三個事件 請大家記好 這是它一個比較經典的signal pathway 然後我們就想去看 我們這個探針是不是可以拉下來 State3 我們發現不管是N293裡面還是 重換了State3呢 我們利用這個探針都可以有效的把它拉下來 並且加入Rapha-Messin呢 可以抑制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 然後我們用了兩個另外不同的策略 一個叫DARS這個策略 另外一個就是熱穩定性這個策略 去看State3的穩定性 有沒有受到Rapha-Messin的影響 然後如果State3被保護呢 它會抵抗這個蛋白酶對它的酶切 我們可以看到隨著雷帕霉素濃度的增加呢 實際上它可以抵制這個Prinase-E的一個煤切的作用 然後接下來下面一個熱穩定性 我們也可以看到就是在高溫的條件下 State3對它的穩定性有一定的保護作用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用這個探針 繼續去拉內原性的State3 看它是不是能拉下來內原性的State3 發現它是可以拉下來 並且這種Pulldown是一個探針濃度依賴的這樣一個活動 然後我們隨著加入你不同濃度的競爭 靜爭抑制劑Rapha-Messin也可以發現 靜爭抑制劑加入 靜爭劑加入的越多 這種它和探針濃度相互作用就會越弱 所以這些數據實際上都告訴我們 就是雷帕霉素在體內是可以作用於它的 然後可以作用於State3 接下來我們用這個表面等離子共振技術 這是一個生物物理學的方法去直接檢測 這兩個分子是不是有相互作用 然後我們發現State3和Rapha-Messin 兩個之間是確實有相互作用 它的KD值 我們覺得是一個有中等輕和長數的這樣一個 大概在0.37Vm 然後我們比較擅長做質譜 然後所以我們就去看質譜二級裡面能不能打到它的二級序列 我們打到三段就是探針標記的這樣一個序列 並且這兩個CCD還有DBD這兩個斗門 傳統上都是認為它不可靠向的這兩個斗門 然後就是我們做了Dalking的這樣一個模擬計算 然後這個數據基本上和我們前面的數據是比較吻合的 然後前面所有的數據實際上都在告訴我們 就是State3和Rapha-Messin之間有一個相互作用 但是有相互作用不一定意味著它可以調節它的功能 接下來我們就問 那State3的功能到底有沒有被Rapha-Messin做調控呢? 然後我們首先就看影響不影響它的二句話 在這個裡面我們共表達了HA和Flag tag的State3 然後用Flag去做IP然後去剪開HA 然後看它有沒有影響 然後最後的結果呢就是說加入Rapha-Messin實際上 並沒有影響它的二句話 但沒有影響它的二句話 有沒有影響它的磷酸化或者有沒有影響它的入核呢? 我們發現加入Rapha-Messin之後呢 是影響了State3的磷酸化和它的入核 但是如果我們由於Rapha-Messin 它最主要的把標M12它的功能太重要了 它可以影響很多直接或者間接的影響很多 甚至也有文章報導它去影響State3 我們就想問這種抑制作用是直接把向State3 還是間接的通過M12來實現的? 然後我們就加入了另外一種M12的抑制劑 這個Tone1 然後發現加入這個抑制劑呢是沒有效果的 也就是說呢這種對State3的抑制呢是一個直接的一個 反向State3的一個抑制 然後接下來我們又對State3 造了兩個DoubleMutant這樣一個突變體 這個突變體也是為了排除M12對它的調控作用 因為已知的報導就是M12可以去磷酸化這兩個位點 然後去發揮它的功能 然後這裡得到了一個結論呢就是State3的功能呢 可以被直接的被Rypa-Methane所調控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想進一步做一些 就是它是怎麼都影響了細胞 在組學層面上影響了細胞的哪些功能 然後這個也是我們比較擅長的 我們就做了一個Sylac-based的這個Proteinix 還有Fossil Proteinix 然後實際上加入Rypa-Methane之後呢 我們並沒有觀察到一個顯著的蛋白質組的一個變化 然後磷酸化蛋白質組呢 我們看到一些變化的位點 然後對這些變化的位點進行分析呢 就是傳統上已知的這些M12 Sylacane pathway上一些比較重要的Maker呢 是可以被Rypa-Methane所調控的 並且除了已知的這些Maker呢 我們還發現很多其他的在這些關鍵蛋白上 一些新的磷酸化事件 這些磷酸化事件它受調控的程度呢 可能會更多一點 然後前面給大家介紹就是M12這個Pathway 最重要的它是可以控制蛋白質的合成 然後在這裡呢我們就設計了另外一個思路 叫Pulse-Zalanc這樣一個策略 也就是說我們在加入Rypa-Methane同時呢 我們給這個細胞換上不同的同位素標記的培養基 然後最後呢你在支譜裡面能看到三個分 然後左邊這個分就是所有的老蛋白 它是兩組實驗組和加藥組是實驗組和對照組是合在一起的 另外兩組呢代表你加藥之後 它新合成的蛋白 我們就可以比較 新合成的蛋白是怎麼受這個藥物調控的 然後這一點和報道呢是一致的 就是說我們發現大部分的蛋白呢 實際上蛋白質的合成呢是受到抑制的 接下來我們就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麼多蛋白受到抑制 它上面有沒有一個共同的一個調控的手段 也就是說這裡我們又回到轉物因子 然後我們發現另外一個轉物因子 C-MEC蛋白在這裡面是顯著被複集到的 也就是說C-MEC也是在肿瘤裡面比較重要一個把標 但是現在也沒有一個好的藥物去直接把向它 並且也是因為它是undraguable 它是沒有一個好的一個藥物作用的這樣一個口袋 然後我們首先就去看看C-MEC和State3的表達量 然後在iSEC數據呢顯示它倆是 左邊這個就是顯示它倆是表達量正相關的 然後然後chipsic的數據顯示 如果State3的表達量高呢 甚至你可以鋪躺下來了這個 State3表達量高 你可以鋪躺下來了C-MEC的量呢 也是也是增高的 然後我們自己去做了這個chip-QPCR實驗 然後不管是在inValue還是inValue裡面呢 我們都可以看到Renfermecine呢 可以抑制C-MEC這個基因呢 bonding到State3這個轉入因子上面 這裡就是證明如果我們加入Renfermecine的C-MEC蛋白的表達量 實際上顯得下調 如果我們把State3給敲低呢 C-MEC的表達量是不受Renfermecine的調控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 建造了這樣一個CDX的 CDX的小數模型 我們拿GH7這個人的肝癌細胞 然後種在柳書裡面 然後我們去看給雷帕梅素 給雷帕梅素之後呢 在這給藥的20天裡面呢 我們實際上沒有看到它體重的一個顯著的變化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它肿瘤呢 是給雷帕梅素這一組呢 是顯著受到抑制的 然後我們再去檢測前面提到的幾個 前面提到的幾個這個比較重要的蛋白和零酸化呢 我們可以發現雷帕梅素處理呢 它可以同時降低C-MEC和State3 這兩個在肿瘤當中 比較關鍵的一個轉移因子 然後總結一下呢 就是說我們利用了一個化學蛋白質組學 這樣一個策略 鑑定到State3是一個雷帕梅素的一個新的把標 然後呢雷帕梅素可以影響State3 並且可以影響C-MEC 這兩個呢都是在肿瘤當中比較關鍵的 也就是說 之所以我們覺得雷帕梅素可能抑制肿瘤 有某些方面的優勢呢 可能就是因為它有這種 就是 多把標的這樣一個功效 因為它可以抑制M12 可以抑制State3 可以抑制C-MEC 就是這幾個都是在肿瘤裡面比較關鍵的 但是它 可能另一個藥物就可以達到 多藥連用的這樣一個效果 然後 最後 謝謝大家 好 大家有什麼問題啊 尹老師請 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工作 就是我想問一個就是比較簡單的問題 就是在裡面用這個就是 呃 光就是標記的時候怎麼排除它是 non-specific 因為你如果用小分子去去的一個化合物 它跑到西方裡面 它就 到處都有 然後你是用光照的時候怎麼能夠 建立出是 對 最後怎麼functional去 validate它的target 對 這是一個很好問題 可能我覺得在前面你光照的這個時間呢 還有光照的強度 可能都會影響它膠連的蛋白 光照膠連蛋白是什麼樣的 就是說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小心驗證 就是從我們這個呃 實驗來看 就是說 比如說你設置兩個對照 一個對照 就是說DMSO組 另外一個這個競爭組 競爭組 在兩個對照裡面 你都顯示出來一定的負極 我覺得這種反正 在前期第一步 如果只是拿到一個protein list 這個時候 我覺得裡面一定是有 很多這個非特異性的一些東西 但是我覺得後面在我們 一系列實驗去驗證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 呃 當然我們也有驗證不成功的經歷 我覺得那種可能就是 非非特異性的 但是這個我們驗證 對 那個找到那個Stan Street 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後來你們在那個實驗當中 有沒有去排除 他本來那個MTOR那邊的 就是他的對他的影響 因為你是想證明他是 通過Stat3 然後Jack這條通路來的 對 如果你做一個 就是現在一個 negative control 如果mutate 就是或者MTOR 或者你那邊的 就看能不能看到 能夠differentiate 我這邊是做了兩個實驗去去證明 它可能是獨立於MTOR 一個實驗就是拿了另外一個MTOR的抑制器 它就是不具備這個reparmethin的結構 就是most likely它也不能再去幫領這個Stat3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那個mutation 就是它是一個就是說 已知的報導 MTOR的對Stat3的調控呢 是通過這兩個位點磷酸化來實現的 我們直接把這兩個位點給雙凸掉 雙凸掉 雙凸掉就是你不管怎麼影響MTOR 對這個蛋白應該是沒有影響 就是主要通過這兩個實驗就是 它主要的那個作用位點 是在細胞當中 是在細胞 就是Stat3的那個影響 也就是說你說了一下它 對它如何 或者它的那個cellular distribution有影響嗎 比如說因為你看到那蛋白它不同位置 作用不太一樣 就是 您講哪個 我就就是這個 就是你們找到這個就是reparmethin 它影響 我們發現它主要是影響細胞核內的 也就是說有行使轉動因子功能的這一部分 叫reparmethin 是直接還是間接 如果它斑定以後它影響它的 就是入核少了多了還是 你們怎麼震 就是就是影響 我們是當時做一個核脂分離的實驗 然後去看去看核裡面的這個蛋白是 是顯著減少的 那你加藥之後 有沒有檢測到這個reparmethin也在核裡面 有 這個我們這個我們沒有做 但是我們有一個實驗就是 嗯我們有一個那個 嗯 ChipKPCR那個實驗是在 純的體系下做的 就是 就是我們當時是 我們當時是 拿了這個 純化 純化的這個 state3 然後去 去鋪到 Cellicid裡面的這個 Cmec這個基因 然後直接加 直接加雷帕霉素 證明它的bonding是減少了 反正我我 但是我們沒去測核裡面的和質裡面的雷帕霉素的濃度有什麼 有什麼區別 但是如果 雷帕霉素能進 能入核 它就一定能抑制 state3 和這個靶基因的bonding 嗯 好 謝謝非常好 謝謝 謝謝 看到 下個卡門考慮把 你出了藥 我挺感興趣 你這兩個 雖然是用那個 Ruby Monson去吊出來的 但現在你可不可以考慮把它變成一個新的把點 下面去塞藥 呃我們有一些 我們有一些其他的 在那個state3 就是不太成熟了 因為state3 但就是 屬於一個比較重要的 比較 關鍵的蛋白 就是先套粉 現在能不能考慮 有沒有它的小 小分子抑制劑 是啥 有小分子抑制劑 但是沒有成熟的就是 臨床上 被批的 就是 原因是因為 它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一個口感 我的想法是換一個思維 就是 你state3加上那個CMAC 你把它當成一個新的把標 假如能找到小分子抑制劑之後 放在疾病背景上去 因為現在 通過你這研究 我能發現 它可能不只是腫瘤 如果 如果它在一個疾病的 一個比較難纏的疾病背景下 你去看它 如果能成為把標 把它打去 以黑背身之後 如果能夠 把這個疾病給 那就非常好 我覺得 把你發現的 這個capacity 就變得更大了 對 它說這點非常重要 就是我覺得 神耀的把標組學 就是它 給我 給我比較 多的一點啟發 就是我覺得它掉到很多重要的蛋白 就是 可能它 這很多蛋白都很重要 然後 因為 因為我現在那個 也是 我利用蛋白 蛋白組技術 我先發現一線癌兩個新的把標 我就感覺 因為啥 我跟學生講 說為什麼組學出現了之後 能夠超越 傳統的那個細胞生物學 那種點那點去發現 因為 傳統細胞生物學 咱們知道 做功能沒問題 但它是一種假設驅動 而 咱們做這個組學最大的優點 它是個發現驅動 就它的通量高 而且去發現 這時候我們 可能我們會能看到更多的東西 我們也是就發現兩個把標 都是一件很好的一個把標 也是能實現老藥新用 對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發現新把標的一個 對 有了新把標 就是我今天展示的是一個 就是大家都感興趣的 經典的這樣一個蛋白 因為其他的把標 我們還在進一步的進行 但是我覺得這個策略 整體上就是一個很好的去發現把標的 這樣一個策略 非常漂亮的工作 謝謝 謝謝 就是就是整個那個 Stats 3這條 Pathway有有不同的target 它有有人專門target 對 然後有有它 就是上下游 對 對 還有那個抗體也有 比如說那個Cytokine抗體有的 對 這零碩已經在做零碩實驗了 所以你如果直接把像Stats 3的話 它可能還會有其他的 對 但是Fint這個還是 Fint還是比較低一點 就是大概0.3V模 就是我們測出來 屬於我覺得中等 就是不算 對成藥來講 肯定還有點低 但是 但是 尹老師剛剛講的 包括CMIC 現在也基本上上下游去 上下游去調控 就是直接把像感覺是比較困難的 對 我覺得這裡面信息是不可能 豐富就是需要我們靜下來沉下來去挖掘的 就是你組學任何一個組學的數據告訴你 這麼多東西生生命體或者細胞為什麼產生了這樣的 response 我覺得都是有原因的 就是如果你要因為我們可能這一個蛋白一個學生就要做兩年 兩三年就是裡面會有很多 比如說我們 光這個我們覺得比較可信的把標就兩百多個 你要兩百多個這個都去做 可能 所以說咱們這個組學員就現在一個最大的一個 就是他用點是發現很多 缺點就是現在99%有功能都確實就是還沒有用 對 但是我的感覺就是說現在做組學就是如果你只是一個組學 可能大家 就印象不深刻了 就是你還是要把你的組學後面的這些故事 功能給說清楚 所以今天 今天實際上前面幾位老師 包括劉老師 他今天下午雖然沒有講 但是我覺得大家都在講要做功能蛋白質組 或者功能代謝組學 就是說很少說現在只做蛋白質組學 因為你只做蛋白質組學 我匯報你一萬個蛋白 可能 沒有 沒有人care 沒有人care 你 對 對 就是現在你看很多做組學的都實際上大家都在做功能 就是說你要把這個組學 還有剛才黃老師講的就是說 為什麼別人認為我們做組學只能是Figure 1 就是你Figure 1 profiling一下告訴別人一個candidate 但是你要把後面的Figure也要做一做 就是你如果只做Figure 1 那你就 那對 那你就沒有意義了 我覺得 對 那組學有不幾個特色的優勢 好 社會同學 然後我之前有了解過一種方法是 就是特定化物物和細胞 活性細胞就做浮育 浮育完之後 然後根據這個物質 就是它如果和細胞的一些混凝蛋白結合的話 它會佔據掉一些位點 或者是改變的這個蛋白的這個構向 去遮掩掉一些位點 然後再通過比如說 移民或者之類的去消解它 我叫Leap MS 或者Darts 就 我剛才介紹的其中一種就是Darts 還有叫Leap MS 就這種方法就是說 在我看來就不夠直接 這些方法我可能都嘗試過 就是 數據分析上或者明明度上 可能 如果你具備 合成探針的能力 並且你 合成的探針 是一個功能型的探針 我個人會比較 倾向於使用探針 但是探針也存在 剛才 尹老師講的這個 非特異性的一個問題 對 因為這個在中藥領域裡面 有很多老師 其實都在 關注到這塊 希望從裡面 找到一些特定的畫物 然後去做這種 多八點的這種篩選 這種 對 中藥的話 中藥的話實際上 還牽扯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是單體 你是這個 叫什麼一個分子 還是就是中藥T取物 就是 對 多把點 就是多把點的 反正如果是一個分子 我覺得這個策略是可以去做的 但是 我覺得最好 你這個 就是天然產物拿到之後呢 你的活性要先證明比較好 如果你這個活性本身就不好的情況下 你做很多後面的這個驗證性工作 就是 大家可能就不會太 appreciate 就是你如果是一個活性很好的畫物 我覺得你值得去找它的具體的把點 具體的機制 好 謝謝 那行 那再次感謝大家參加今天下午我們這個session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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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